如一看这个男人叫阿伟 是明短视频博主 在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爆款视频后 以为自己可以接广告恰饭了 结果常年稳居业绩榜第一的卡车出现 直接送他全村恰饭 上一秒还在沾沾自喜 下一秒直升地狱 工作人员一脸无语 非要赶在自己下班的点来 真是麻烦 他告诉阿伟 鉴于他做短视频 给许多人带来了快乐 功德值超标 可以有一次重生穿越的机会 阿伟一脸兴奋 问他能自己选吗 答案是不能 随机摇号 随着按钮按下 机器开始运转 咚的一声 机器停下 看起来不错 阿伟一脸兴奋 觉得自己简直是欧皇 工作人员一脸不耐烦 直向一旁的大门 让他赶紧 自己还等着下班呢 啪哒一声 阿伟准备开始自己的武侠梦 工作人员回头看向机器 原来身份能抽出来 看完 他吐槽了一番 早说 这破系统该迭代了 稍微长一点的名字都看不全 另一边 随着一道闪电 阿伟穿越了过来 他的身体躺在地上 睁开双眼 天空下着大雨 人物介绍 姓名李子伟 江湖第一高手紫薇魔尊 顺手打死的客栈跑堂 以为自己是魔尊的阿伟 十分高兴 看到自己这一身装扮 觉得有些寒衬 翻扯间 一块令牌从身上落下 就在这时 三个身影突然出现 他们东张西望 感受到了紫薇魔尊的气息 却没发现其人影 大傻春拿着令牌 向三人问好 见到是魔教令 三人更是直接 给他扣上了魔尊的帽子 没想到这魔尊还溢了容 就连身上 都有无法掩盖的血腥之气 不知道残害了多少生灵 从三人的对话中 还得知 紫薇魔尊中了 万骨骼的蛊虫 阿伟因此确信 他是因为此事 所以装成普通人 三人义正词严 今日 便要娶他首级 阿伟轻蔑一笑 没把三人放在眼里 葫芦三兄弟一脸猛 阿伟 笑得更加狂妄 自认为是江湖第一人 实际上只是战斗利临的龙套 葫芦三兄弟 见他如此有气势 准备使出融合剂 黄金圣剑 阿伟不以为意 认为这点小伎俩 还伤不到他 空中雷声滚滚 一柄巨剑出现在天际 本药降下的洛雷 朝着黄金圣剑赶来 帅气转身 自信一指 天雷下落 融合剂变成了鹿骨蜡 带电光散去 阿伟转头看去 撒葫芦娃 直接被劈成了渣渣 江湖第一的实力 恐怖如斯 以为自己 是魔尊的阿伟 来到了附近的大街上 一个小女孩 拉着母亲朝这边看来 小女孩一脸天真 那就是紫薇魔尊吗 阿伟闻声色变 附近的民众 也都朝着他的方向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整个人嘘汗直流 自己不是易容了吗 怎么被发现 难不成 要将在场的人全嘎了吗 率脸一转 看到了贴在告示栏上的悬赏令 阿伟明白过来 还好自己易了容 轻叹一口气 人群中出现一个小孩 叫到了他 不知道阿伟哥在这干嘛 见到有人叫他 阿伟更是一脸猛 之后 小孩把阿伟带回了客栈 应该说是掉下了悬崖 把自己搞失忆了 还真是倒霉 消失了两天 大伙还以为你回老家了 来到自己的房间 小孩向他介绍了一番 厨子那边在催了 阿伟拿起桌上的书看了看 然后开始脑补自己的假身份 这招36记瞒天过海 实在是高 他下定决心 要尽快熟悉这个身份 熟悉身份的第一件事 快刀斩乱麻 该杀鸡了 事情发生在自己的预料之外 厨子朝着他指指点点 难道脑袋摔坏了 连鸡也不会杀了 阿伟瞬间了解 应该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腥之气 厨子继续骂骂咧咧 再不好好干活 小心我告诉老板 把你这个月工钱扣光 话说了一大堆 见阿伟没理他 开始挑衅 哐的一声 菜刀入板 鸡手搬家 厨子被他这出吓到 阿伟脸上带血 笑盈盈地看向他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回到几个时辰前 紫薇摩尊灭人无数 正到人是奋起抵抗 结果还是死伤惨重 剩下的人听尽最后一口气 等着支援的到来 摩尊却不给他们机会 催动魔教令 众人健壮 立马上前阻止 奈何威力之巨大 众人无法抵抗 摩尊之名 当之无愧 另一边 原世界的阿伟 正在安葬大奔 可怜的大奔 连骨头架子都被缩干净了 阿伟一声叹息 让他下辈子别做鸡了 他站在墓前 准备吹会儿风就回去 自动导航的魔教令笔直飞来 一下冲到了他的腹部 阿伟还没反应过来 人就被带下了悬崖 令牌也一同掉了下去 恍惚间 似乎见到了太奶 不管怎么说 今天这风 真是太毒了 包端的食材 往往需要高端的烹饪方法 你说是吧 拔书 阿伟的眼神变得玩味 厨子更是疑惑 这小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前几天还是一副窝囊样 阿伟神色平淡 一动不动 见状 厨子装起样子 自己也不是省油的菜 还说要把阿伟做成菜 此时的阿伟 根本没心情 听他逼逼赖赖 想的都是找小弟的事情 体格不错 倒是能当的打手 厨子见他不理自己 抄起咸鱼 就是一个突刺 结果被阿伟轻松躲过 菜刀一拿 阿伟准备测试一下他的资格 厨子被吓到 接连后退 踩到鸡血 脚底一滑 直接摔在了地上 阿伟的菜刀接连至 厨子被吓傻 魔鬼般的笑容出现在眼前 向着厨子介绍起自己 做菜的过程 先把食材骗好 裹上一层淀粉 再放入香料揉搓腌制 腌制完成后 再用黄油小火煎上一会儿 最后进行一个精致的摆盘 把书高级菜品完成 刀面划过脸颊 食材是猪这里的肉 味道应该很不错 就这么简单的吓唬 厨子就趴在地上哭了起来 阿伟一脸嫌弃 自己都还没动手 就耸成这样 没意思 面对阿伟的转变 其他小二都看猛了 一声叹息 没想到这地方 全是些歪瓜裂枣 烦恼之间 一只小手抓上了他的衣板 阿伟低头一看 是个可爱的小孩子 晚上 阿伟整理好行李 叔叔扑扑躺在床上 一天工作下来 真是累死了 不过高人的生活 怎么可能简单 现在 还要想办法探查魔教的情况 想到今天发现的好苗子 阿伟心中一阵窃喜 从娃娃抓起 用着才放心 思考了一会儿 肚子叫了起来 于是他准备吃个宵夜 顺便找那个孩子谈谈 另一边 之前那个可爱的小孩 被摔在地上 客栈的小二前五金 从中得知 阿伟失忆了 他呵呵一笑 这两人走得近 一个孤儿 一个废物 倒是般配 那厨子可是赵掌柜的兄弟 等掌柜回来 很有你们好受的 随即 他冒出鬼主意 准备借这个机会 给厨子出头 等掌柜的回来邀功 想到这个完美的计划 他就忍不住窃喜 于是 他告诉小孩 让他把阿伟给叫出来 话刚说完 一块门板划过二人 阿伟叼着包子 出现在门前 门板正是他踢飞的 接下来的剧情 主角登场 他以为自己穿越重生城魔尊 实际上只是战斗利临的菜鸟 眼见来人是阿伟 黄毛暗自一笑 正准备去找他呢 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正好揍他一顿 好去巴结赵掌柜 两人心思各异 阿伟这边准备收拾收拾黄毛 让徒弟看看自己的实力 说不定那孩子会更加崇拜自己 两人做出相同决定 定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 黄毛聊了聊刘海 让阿伟最好跪下来磕头道歉 说不定自己能原谅他 可阿伟根本没管他 而是把小孩抱到一旁安全的位置 让他乖乖等自己 黄毛见自己被忽视 顿时火冒三丈 瞧见阿伟的嘴脸 更是压垮了那最后一根稻草 直接就是一拳 朝着阿伟砸来 羞的一下 猛难过肩摔 黄毛直接转了180度 整个人都愣住了 剧情似乎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阿伟觉得十分舒坦 剪了那么多视频 早就想试试这招了 幻想着 凭借身体蕴含的内力 自己的拳脚也能无敌 从前五经的视角看来 阿伟现在就是一个魔鬼 一些关键词落入他的耳中 堪比惊悚大片 片刻后 他灵光一闪 这个剧情似乎在画本见过 此人一定有更神秘的身份 阿伟回头望去 疑惑黄毛怎么没被自己摔晕 实际上 战斗力零和战斗力腐蚀的对决 并没有什么杀伤力 这是黄毛第一次打人被还手 他心中一阵警觉 问阿伟究竟是谁 没等阿伟回答 黄毛就被掐住了脖子 整个人被钉在墙上 接受着阿伟的审问 他不知道 黄毛是怎么发现自己身份的 被掐着脖子的黄毛 一句话也说不出 转念一想 黄毛虽然猜 但却能察觉到这点 还承受住了自己的一摔 阿伟还在思考 手被黄毛轻松扒开 情况不妙 黄毛准备撤退 在他的眼中 阿伟现在就是一疯子 阿伟没办法 身份被人发现 那自己只能动手了 一记如来神掌打中黄毛后背 整个人被拍飞 骨头也在这一掌下发出声响 然后整个人倒在地上 这下是真的见到太奶了 魂归西天 还要听着 阿伟在自己身后啰里巴缩 这一掌名为化骨绵绵掌 中了此招的人 不出七日 就会因全身骨头化作烂泥而死 黄毛傻眼 自己是造了什么面 阿伟顿时化身忽悠大师 说了一大堆 表示自己可以给他另一个选择 你以为他是普通的客栈小二 实际上 他是侍女成群的富家少爷 所谓的殿小二 不过是体验生活 树林里 铁一门捕快夏依依 正在枝头上来回穿梭 片刻后 他停在一棵树上 叹了一口气 埋怨起他爹 竟给自己分些无聊的差事 都快无聊死了 还说什么 最近不太平 有魔教鱼党逃到了这附近 让他别到处乱跑 夏依依黑黑一笑 求人不如求己 还好自己偷到了逃犯的画像 等抓到魔教鱼党 看他还敢不敢嫌弃自己 与毙 夏依依打开画像 他倒是要看看 这鱼党究竟有多厉害 打开的一瞬 不得不说 很哇塞 夏依依压麻呆住 画风直接上升到了另一个维度 一怒之下 将画像撕裂 那群老家伙 还不如被魔教灭了算了 不多时 他听见了附近的声响 放眼望去 一个男子带着一小孩在一棵树旁 不知在干嘛 阿伟将小孩叫做小帅 可能是因为剪视频剪多了 小帅此时两眼放光地看着阿伟 阿伟靠在树上忽悠 学了功夫 就不会被人欺负了 自己当时能轻松解决掉那个沙马特 就是因为如此 小帅听完 变得更加崇拜 他之前听说过 拜师都是要磕头的 口哄的一声 磕在了地上 地被磕裂 手上的果子掉在地上 阿伟静的说不出一句话 长出大包的小帅抬起头 我想变得厉害 请师父教导我 另一边 前五经回到家 众侍女恭声欢迎 其实 她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 当小二只是为了体验生活 回来后 她神情奄奄 面对侍女报告的事情 毫不在意 侍女放下信件 打算为黄毛更衣 腰病还得抒腰呢 她刚接下衣服 整个人就傻了 衣服背后有一个明显的手印 看样子力气还不小 侍女一阵惊呼 究竟是谁打了少爷 这么大力气 都给拍出印子了 平时连蚊子都舍不得丁少爷一口 真是太过分了 伤感之际 黄毛告诉她 今天不用服药了 侍女不禁疑惑 黄毛单手拖住下巴 思绪飘到九霄云外 这腰病纠缠她多年 就连京城的大夫都束手无策 没想到 却被此人一摔一掌之间给治好了 真相其实是 京城的大夫 没人敢给她治而已 黄毛逐渐脑补 觉得阿伟这么做 肯定是有意而为之 黄毛打算去找她谈谈 本以为是俩小丑夜间作戏 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 大晚上不好好睡觉 到处瞎晃有啥 两人练着练着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小帅跟着阿伟 有模有样地学习着 虚假的魔尊身份 给他带来了强大的自信心 阿伟一屁股坐在地上 让小帅在练练 自己为他选一个合适的功法 刚坐下 他又想起来魔教令中的那些功法 他一个也没研究完 顺手拔下一棵野草 他记得之前那群人提到过什么功法 不过也不像什么正经东西 回想起那三人的嘴脸 如果继续修炼的话 可能不太妙 但又不得不练 对此他非常懊恼 为什么反派都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干坏事 表面上装好人 背地里搞偷袭不好吗 纠结了半天 阿伟打算先拿个初级功法 给小帅试试 听到师父叫他 小帅停下手里的动作 回眸看向阿伟 只见他笑得十分灿烂 手里正拿着一本初级功法 向着自己招手 走到阿伟身边 小帅两眼放光地看着功法 阿伟职业病 记不住名字的 一律按照小帅小美处理 看了两人一下午的夏依依 算是明白了 本以为是什么可疑人士 没想到是俩二傻子 大半夜在这扎马步呢 看那两人的样子 估计五图都没有 夏依依大发善心 准备盯着点他们 省得被狼叼走了 两人各执一份功法 拿在手中仔细端详 阿伟的心思 都在自己的功法上面 根本没在手中 直到小帅叫到他 表示自己看完了 阿伟一惊 居然这么快就看完了 小帅说着就想试试 阿伟点头答应 不愧是自己的徒弟 就是厉害 小帅走到一旁 扎起马步 内力运转 轻贺一声 右拳出击 一股强大的力量顺势而出 将面前的大树拦腰解断 宛若一道激光 直直冲击 就连鱼威都将鸟毛给刮了个干净 而这道攻击 仿佛不知疲倦 撞毁了一棵又一棵树 笔直地朝着小屋冲去 紧接着一声爆炸 打中的正式男主的家 原本百分之百的血量 瞬间扣掉99.999% 夏依傻了 阿伟梦了 小帅炸毛了 他没想到 一个初级功法威力 居然这么大 兴奋又激动 他摸了摸小帅 给了他个表扬 小帅意识神采意义 师父给的功法太厉害了 夏依不愿相信 说好的两个大傻子 怎么不一样了 夜里风凉 还有些呆滞 这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奥能力面前 一切的一切都不是问题 功法练完 两人回到小屋 夏依跟在两人身后 正如他父亲所说 大隐隐于世 高手在民间 自己刚刚居然 还把他俩当成傻子 实在眼拙 小孩都如此厉害 师父肯定更加不简单 小帅自从练完功法 整个人都很兴奋 打算也搬出来住 阿伟点了点头 觉得可以 就是这地方有点小 说话间 阿伟手指一抬 对房子造成了最后一击 顷刻间 小木屋轰然倒塌 看到此景的夏依依 再次一惊 没想到如此普通一击 就毁掉了房屋 与此同时 黄毛突然蹦出草丛 被眼前一幕惊掉下巴 夏依依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多了个邻居 小帅崇拜之情 一于言表 阿伟有些尴尬 难道自己没收助力吗 那今晚怎么办 难道睡大街 就在他还在思考的时候 黄毛飞扑而来 紧紧抱住阿伟的大腿 还一口一个师父 这就是他心目中的高人 不管是哪路来的 轻轻一敲 就将房屋震碎 这得是什么境界 少说也得有五王 说不定是五胜 只要抱上大腿 以后肯定能上杀手榜 阿伟一脸嫌弃 让他赶紧撒开 黄毛宛如狗皮膏药 紧紧贴着他 还表示自己很有用的 阿伟转念一问 黄毛告诉他 自己非常有钱 可以帮忙修房子 阿伟觉得这简直就是侮辱 还是用钱侮辱 一个店小二能有几个钱 直到第二天 阿伟见识到了超能力 房子被重新盖了一个 黄毛觉得有些可惜 因为钱装每日取钱有限额 所以简单装潢了一下 阿伟待在原地 他可能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为此 阿伟说出了心中疑惑 这么有钱 还跑来当店小二干嘛 钱五金告诉他 这个世界实力至上 习武的人才厉害 都说于杭镇藏龙卧 赵掌柜在杀手榜上就赫赫有名 况且师父这么厉害 不也到这来当讨堂了吗 当一个只有钱的废人 有什么用 阿伟有些心痛 这是个不错的能力 然后他拜托侍女 买下了客栈 客栈的管事笑脸相迎 见人如此大方 准备明天就将地契送来 反正这客栈也不是他的 出十倍价格 真是人傻钱多 待事情办好 侍女通知钱五金 得到消息的他 从后方走出 正如师父所说 这个超能力真的很好使 一一特别为魔尊大人安排的服务 希望魔尊大人能满意 钱五金还在发呆 夏一一从他身旁掠过 阿伟在房间里观察着地图 现在客栈被买下 用来发展势力方便多了 房间外传来敲门声 阿伟抬头望去 夏一一站在门口 向着阿伟做出介绍 想找他谈谈 两人来到附近的酒楼 阿伟整个人如遭雷击 这个特殊服务很难评 隔行如隔山 祝他成功吧 夏一一倒是很平静 难道不喜欢吗 阿伟一脸比仪 有种不顾读者死活的美 等菜上齐 夏一一也不打算客套 直接正题 他告诉阿伟 自己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 茶刚到嗓子眼 直接喷涌而出 面对夏一一的猜疑 阿伟从容应对 最先想到的办法 就是现在做掉他 担心半天 结果夏一一却将他当成 隐匿在凡尘的室外高人 心中的担忧 瞬间烟消云散 果然 这伪装很厉害 一般人看不穿 可铁衣门应该是敌对势力吧 阿伟表现得十分谦虚 夏一一微微赞许 正如父亲说的一样 真正的高人 往往都很谦虚 紧接着 他又说起近期魔教余孽的事 惹得阿伟又是一阵咳嗽 说这些和他没关系 夏一一拍猪而起 否认了他的观点 天下心王匹夫有责 如今铁衣门人手愧缺 抓捕余孽一事迫在眉睫 阿伟砍着手里的鸡腿 听着他激情演讲 与弊 夏一一向他抛出橄榄枝 邀请他一同抓捕魔教余孽 阿伟听完一愣 这不是我抓我自己 之后 夏一一带着他来到了策舞堂 阿伟左摸摸又看看 自己这也算是来敌人大本营参观了吧 见他如此 夏一一倒是没想到 他居然没测过 想来也是 作为一个退隐多年的高人 应该不会在意这些东西 为此 夏一一充当其解说员 从几年前开始 各地的铁衣门都设立策舞堂 用来测试习武之人的武力 从武徒到武神 根据不同等阶 铁衣门会发放不同颜色的玉牌 他的牌子是绿色 代表中阶舞者 阿伟接过牌子 问他武神是什么颜色 结果夏一一也不知道 准确来说是没有人知道 直至今日 从未出现过修炼到武神的人 不过人们都说 修炼到武神 有机会开启天梯 飞升到另一个世界 这倒是提醒了阿伟 还不知道园主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或许可以去测一下 但万一被铁衣门盯上 也是一件麻烦事 不等阿伟回答 夏一一就抓上了他的手臂 来都来了 不测白不测 他心里盘算着 这么厉害的人 先拐进去 要是能成为铁衣门的助理 还仇振不住那些邪门歪道吗 不就是浮化吗 能有多夸张 好吧 我说回刚刚的话 夏一一摇晃着水晶球 完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为什么会是透明的呢 连白色都不是 而是象征没有习武根基的纯透明 他左摸右摸 可水晶球就是没反应 阿伟疑惑疑顺 马上就给自己做出了解释 应该是原主 修炼了可以隐藏实力的功法 不愧是江湖第一 有先见之名 反正这个江湖第一高手的身份 只要自己知道就行了 一旁的夏一一头脑风暴 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对劲 测武堂成立以来 至今从未出过差错 测试结果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 他亲眼见到了阿伟和他徒弟的实力 怎么会测不出来呢 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阿伟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 夏一一突然毛色顿开 想到了之前的回忆 他记得爹说过 习武一事就如同读书悟道 万物之士 大道至简 演化至凡 反扑归真 才是真正的最高境界 回忆完毕 他整个人一正 何而为一浑然天成 难不成他已经修炼到那个境界了 结果等夏一一转头 阿伟早已不见踪影 他来到门口 左瞧瞧又看看 还是没看到人影 而身后 不知不觉 已经站了一道身影 夏一一听到声音 暗道不好 不久后 是怒砸桌子的声音 夏父朝着跪在地上的夏一一 一声爆喝 说起魔教余孽画像 被他偷走的事 真是被宠坏了 作为门主的女儿 做出这种事 他怎么向各位堂主解释 夏一一跪在地上满脸不服 自己就是想帮帮忙而已 夏父根本不听他狡辩 认为他根本帮不了什么忙 再说了 不就是个画像吗 还能画成什么样 哼喷喷 是喜欢的样子 看完后 画得的确那啥 为了掩饰尴尬 夏父咳了几声 将画收了起来 夏一一不再纠结 魔教虽然已经覆灭 但紫薇魔尊和很多余孽都没抓到 一旦让他们东山再起 那便是一场灭顶之灾 夏父平静下来 让他不用管这些事 那些没抓到的 都是硬茬子 紫薇魔尊和这个红秀的实力 可不是他能随便招惹的 魔教虽然背脚 但迪亚我明 一切还需从长计议 说着说着 夏一一突然眼神一变 他问向父亲 要是武神出世了呢 夏父听后一惊 夏一一又重复了一遍 要是我们可以 招揽到一位武神呢 他看起来是个小孩 可轻轻一击 便是一记如来神掌 小帅和沙马特在房前练功 阿伟在屋子里钻研魔教令 剑法拳法 心经内功 高阶功法都被藏在魔教令中 没想到种类这么多 出乎了阿伟的预料 上次的一个初级功法 都有那么大的威力 这次他准备试试别的 忽然他就想到了一个好玩的 走到门外 小帅和沙马特看到他一脸兴奋 今天的练功主题已经选好了 与此同时 夏一一正带着他父亲 前往阿伟的皇宫 不过他爹还是不怎么相信 为此 夏一一不得不发誓 结果发完誓 他爹更加不相信了 说得也太邪乎了 六岁小孩削平山头 另一人谈指摧乌 武神可不是路边的菜叶 就在这时 夏一一在原地待住了 这是平生难得一见的场景 只见小帅灵气运转 环绕周身 直到他睁眼的那一刻 佛祖金光 照耀大地 下门主惊呆了 本来他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现在 他不是了 如来神掌迎面来 两人相较于这金掌 何其渺小 夏父连忙让其退后 闪身来到夏一一面前 这次 看样子真是遇到大麻烦了 夏父使出九屈护心阵 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锏 请进五圣级的功力 应该能挡下这一击 随着神掌缓缓到来 啪击一声 九屈护心阵破碎 金光佛祖随之消散 小帅兴奋无比 他成功了 他做到了 为此 沙马特不理解 他们练的真的是同一个东西了 阿伟让他别灰心 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 可能这个只是不适合 转过头来 他摸上小帅 不愧是自己的慧眼 能一眼看出练功好苗子 阿伟陷入思考 既然如来神掌能用 那吸星大法会不会也能用 三人各想各的 突然被夏依依的叫声惊到 夏父躺在地上 不知道怎么样了 三人走过来一瞧 发现好像是熟人 待夏依依解释了来龙去脉 夏父倾咳一声 阿伟紧张兮兮 以为他们是来抓人的 不过三秒 夏父挖出一大口血 看起来就不是没事的样子 待夏依依擦干净他的嘴角 夏父向着阿伟道歉 心中更是不停思考 而阿伟更是没有习武的气息 又或是功力高于他 所以看不穿 再经过一阵头脑风暴 夏父向着阿伟道明来游 可阿伟的大脑 只会捕捉关键词 在听到铁一门门主几个字后 他不淡定了 这不就是他敌对势力的大boss吗 运气好的人 一般不会太倒霉 随便走走 都会遇见美女 铁一门里有着各种能人意识 入了铁一门 就相当于是朝廷的人 虽然不能像杀手榜上的人那样来去自由 却有着朝廷作为靠山 沙马克非常兴奋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这种大人物 吓服一脸尴尬 等了半天 阿伟没说话 而且 他的表情像是生气了 老夏有些惊慌 难道自己得罪高人了吗 阿伟脑袋生锈 齿轮怎么也转不起来 见他没反应 小帅在一旁提醒他 那个叔叔好像见到太奶了 咔的一声 齿轮转动 阿伟想明白了 他们又没认出自己 根本就不用慌 而且测试结果摆在那 他们怀疑不到自己头上 现在还能打入敌人内部 一举两得 老夏魂不守舍 这下是出师为洁身先死了 结果等到阿伟和他打招呼 立马又原地复活 向着阿伟道歉 阿伟向着他解释 刚刚失恋着玩玩 自己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为此 厦门主只能不听脑补 就这么一会的交谈中 两人就开始称兄道弟了 下一站在一旁 情况出乎了自己的预料 阿伟被夸得有些飘飘然 厦门主见他高兴 向他请教了 刚刚小帅使出的招式 然后阿伟就巴拉巴拉地 说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附近的一处寺庙里 一个小和尚 兴高采烈地找到师父 准备说自己刚刚看到的东西 老和尚让他别慌 自己已经看到了 天生意想 如来现世 正好 和你大师兄一起下山去看看 比赛在即 日子怕是要精彩起来了 小和尚有些苦恼 师父又在说一些 听不懂的话 另一边 探讨完深奥的问题 夏依依和父亲 向几人告别离开 阿伟心想 真是不容易 总算是 把人给忽悠走了 而且刚刚没给完整版 让他慢慢琢磨去吧 小帅有些不开心 抓住了阿伟的手 自己好像给师父添麻烦了 阿伟表示 不是他的问题 是自己没有检查周围的环境 将小帅送回房间 阿伟打算再出去转转 小帅回到房间 摘下帽子 一头长发如瀑布般落下 看样子 自己要更加努力才行 阿伟走到一处小山旁 准备自己 也试试刚刚的功法 不知道会是什么效果 可就在这时 上方的岩石后 好像传出了动静 岩石后是一个山洞 里面有一个女子正在咳嗽 正是魔教的红秀 她没想到 自己躲在这种地方 都会被人发现 手中功法运转 直接将墙壁打出一个大洞 她身体亮亮呛呛地 向着外面走去 她现在还不能死 主人还在等她 可她的身体 终究是承受不住 再次咳出一口血 眼皮也越来越沉重 好像下一秒 就会倒在地上 闭眼的最后一刻 她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悲循了那么久 这是主人的味道 阿伟把红秀带回家 做了一下紧急处理 整个人累惨了 忙活一晚上 现在才有机会喝口水 幸好之前刷到过科普视频 会一些简单的应急处理 红秀还在昏迷 嘴里却不停念叨着主人 看样子 是对感情深沉的主仆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敲门声 阿伟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 一位侍女告诉她 有人来找她 下一秒 夏依依出现在视野中 向着她打了个招呼 阿伟一慌 连忙关紧房门 夏依依掏出一个警囊 这是她爹让她带来的 阿伟疑惑结果 立马就准备打开 夏依依话 还没说完 正准备阻止她 可已经来不及了 侍女梅子多远 就听见屋内传来杂乱的声音 阿伟整个人被埋进了垃圾堆里 实在是草率了 没想到是个空间口袋 夏依依捡起地上的卷轴 往空间口袋里面塞 看着地上的一堆 阿伟一连猛 她向着阿伟解释 自从她跌得到阿伟的功法 就准备给阿伟回礼 里面有各种担药密集武器 供她挑选 说完 她又拿出一幅画地给阿伟 第一客栈 作为渔航镇最大的客栈 人流量肯定很大 这是魔教余孽的画像 如见可疑人物 上报给铁一门 是有赏金的 阿伟心不在焉 将画卷打开 然后她绷不住了 夏依依在一旁解释 她估计半句也没听进去 回想起昨天 这不就是碰刺她的那姑娘吗 夏依依满脸疑惑 应该没这么吓人吧 可就在这时 她闻到了什么 向着阿伟慢慢靠近 气息越发明显 是很重的血腥味 面对夏依依的质问 阿伟傻了 这简直就是狗鼻子 这都能闻到 阿伟还没反应过来 夏依依就看向了她身后的房间 阿伟连忙挡在房前 不让她进去 可越是反常 夏依依越是好奇 啪的一声 房门被打开 血腥味更浓了 阿伟实话原地 自己的仪式英明 就这样被毁了吗 夏依依走到屋里 什么也没发现 以为是阿伟受伤了 见人不在 阿伟立马找了个借口 说是捡了只受伤的小猫 夏依依听后让她注意 说不定是万古阁带来的 猫是万古阁的胜兽 万古阁的人情 可是很值钱的 这次比赛 万古阁也会参加 不知不觉中 阿伟已经握紧了拳头 自己身上的骨 不就是万古阁的人吓的吗 她这下来的精神 问起论剑赛的是 两人说着说着 就走出了房间 阿伟想带小帅出去 见见世面 顺便做他的掩护 方便自己搞事 带两人离开 红袖从床顶落下 他走到床边 拿起阿伟的衣服 这是主人的气息 假如我的徒弟是富豪 那一切的一切 都不再是问题 谁与无比剑赛 是由三大宗 共同举办的 一场江湖大比 胜者将会获得 丰厚的奖金 灵丹 神器 更是有机会一步登天 因此 夺下魁首 成为了许多 习武之人的终身目标 黄毛痛哭流涕 他真的非常非常想参加 阿伟一脸惋惜 不是不带 只是后方 需要信得过的人镇守 这样为师才能放心啊 沙马特听完感动的一批 让阿伟安心上路 店里 他会照看好的 比赛场地人满为患 围在一处 不知道在看什么 那些身处内圈的人 像是见到了什么 不得了的东西 一个个惊掉下巴 阿伟加上小帅 两人浑身上下 全是高级装备 闪闪发亮 让人一不开眼睛 小帅不明所以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看着他们 阿伟很淡然 这就是穿着神装 出现在新手村 被蒙星崇拜的感觉吧 就是太臣 想完 他就准备把装备 收回空间带 瞟了一眼身后的老弱病残 他总觉得 这比赛不怎么扣 正在收拾的时候 一群人从他身后走来 看着阿伟如此豪华的装备 几人健壮就想过来要 阿伟不以为意 默默将装备收入空间带 涂地的孝心 阿伟对丧彪的话全然不顾 向着场中看去 一个小姐姐 正在分发海选题目 紧接着 他向着丧彪打了个招呼 就离开了 刚刚那人不用多说 一看就是炮灰 估计一集都活不过去 待分发完毕 小姐姐开始讲解规则 比赛时长12个时辰 半个时辰后比赛开始 阿伟看完手中的题目 非常不明白 比武的比赛 为什么还要摘草药 这难道是资本家的一环 阿伟一脸哭笑 只能碰碰运气了 晚上 两人在一处火堆旁休息 身后的草丛中 却传来嘻嘻嘟嘟的声音 躲在草丛中的 正是白天找茬的丧彪几人 跟了阿伟半天 觉得他不太聪明 还带着个小孩 东西一抢 比平时赚得多多了 讨论完毕 丧彪一声令下 几人破草而出 打算将阿伟两人拿下 可迎面来的 却是一张巨大的网绳 然后 几人就被捆成了猪肘子 阿伟轻轻一拉 几人倒挂在树上 果真是炮灰的命 一集都活不下去 这都多亏了手上的赤云丝 两万五千六百八十八银 体验了一下 当蜘蛛侠的快乐 把别人当傻子 其实自己才是那个傻子 从开始的故意落负 装走萌新 再到有人上前搭话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他故意的 阿伟化身演技派 吓得桑彪直哆嗦 目前也没什么人能帮他 那就只能选你了 这是闺蜜正常的样子 这是闺蜜 得知你谈朋友后的样子 下一没想到 会在大赛碰到自己的好闺蜜 他爹没对他说 所以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过提起他爹 他就来气 沉迷练功无法自拔 孟千秋些许意外 厦门主突破五升这么多年 九区护心镇早已大成 这个境界很难再突破了 还是好好劝劝吧 下一一起事都清楚 可没什么办法 他提起另一件事 自己最近认识了一个影视高人 孟千秋听完脸色一变 直接化身老妈子 对着下一一一顿输出 看上来历不明的人 身份门派 是从何处都要查清楚 下一一吓了一跳 连忙将他推开 他爹已经派人调查了 更何况这个人爱护小动物 为人大方 年纪轻轻 就愿意帮助一个孤儿 所以说 他绝对是个大好人 丧彪可怜兮兮地跪在地上 向着阿伟解释黑悬生 就是和画上的好像不太一样 反而向他奶奶包汤的玩意 有钱人的世界丧彪不懂 拿黑悬生包汤 简直是抱殿天物 交代完毕 阿伟放他们离开 这种小喽啰 还用不着自己动手 同时 阿伟还给了他一个劝告 像他们这种炮灰 一般是用完就丢的 给了机会还不走 那就不礼貌了 丧彪瞬间挠不出一场大戏 面容十分精彩 下一秒 就带着小弟 屁颠屁颠溜走了 第二天 阿伟在睡梦中 被小帅叫醒 手里拿着不知名的果子 身旁 更是有一大堆的黑悬生 都是在旁边的草丛里捡的 阿伟一脸猛 事情有蹊跷 思索片刻 还是打算先收起来 洪秀看着他们将黑悬生拿走 满意一笑 另一边 身高1米5的孟千秋 是这次比赛的裁判 看着桌上的一坨不可名状物 让老头赶紧拿走 这次比赛 可是皇帝的一环 让参赛者收集黑悬生 那朝廷可省下了一大笔钱 孟千秋想到这就烦 朝廷想白嫖 却把烂摊子甩给万古阁 真是恶心 阿伟正好来提交 孟千秋已经处于崩溃边缘 他将空间带打开 还说 那题目画得太抽象 也不知道对不对 孟千秋生起来源在加一 因为题目就是他画的 简直得到了毕加索清传 等他瞅过去的时候 他惊呆了 一大堆的上品黑悬生 将桌子堆满 这是把几座山挖空了吗 阿伟有些随意 让他们慢慢挑 见孟千秋待住 还以为他们不要 孟千秋的意思是 一颗下品就够了 可阿伟却让他们全部拿走 反正他也不想吃 到这里 他觉得事情不简单了 题目早就泄露出去了 所以 真相只有一个 他应该是想借此机会 结识万古则 脑补完毕 孟千秋领了阿伟的情 向着阿伟自我介绍 由于太过想念主人 他终于忍不住了 通过阿伟的黑悬身 沙马特得到了 梦寐以求的正式赛名额 整个人开心坏了 将阿伟认作再生父母 惨遭阿伟嫌弃 几人走在路上 却发现没什么人 孟千秋告诉他们 这里已经被三大宗包下来了 坑人的预选赛 能通过得寥寥无几 大势力的人 都是保送正式赛 没点本事 就算来了 也会被预选赛筛出去 沙马特遗憾吐血 虽然名额很难搞到 但阿伟帮了他大忙 三个名额也不是事 阿伟冷漠的鼓掌 并不觉得他帮了什么忙 说完 孟千秋打算带他们 去休息的地方 大方地将小帅抱起 阿伟看着他 感觉有一丝清澈的愚蠢 到了客栈 孟千秋给了他三个参赛凭证 和一个哨子 哨子是见面礼 需要帮助的时候 凭借此物 万古阁会出手相助 这可是他偷摸拿出来的 仅此一个 刚准备让他别随便用 阿伟就上嘴了 不过没吹响 客栈内部 装修十分不错 简直是五星级配置 阿伟拿着牌子给掌柜登记 准备住店 就在几人登记的时候 一位女子在后方提醒几人 怕不是来错地方了吧 这可不是玩过家家的地方 旁边 一个醉酒老头插嘴帮腔 将女人的花对了回去 女子神色不悦 转头看向老头 老头也不在意 继续喝着手中的酒 最后女子冷气一声 好心荡成驴肝肺 带着手下离开 老头让他们别在意 能到这来的人 可没几个擅茶 遇到问题 可以来找他 阿伟没多说 向着老头到了声线 客栈的二楼上 红袖默默注视着阿伟的方向 明明近在咫尺 却不能相认 这是多么沉痛的一件事啊 怀念主人胸口的洪志 那令人着迷的气息 就算换了一副皮囊 他也能一眼认出 与此同时的阿伟 似乎感受到了一阵恶寒 晚上 阿伟躺在床上 看着手中的哨子 想起了白天梦千秋的话 如果需要帮忙 可以直接找万古格 但如果直接找他们帮忙解蛊 感觉会被怀疑 正想着 屋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沙马特急匆匆地带着小帅破门而入 告诉阿伟 外面出大事了 客栈外出现大片的荆棘 有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命丧黄泉 操控荆棘的人 正是白天那名 劝告阿伟他们的女子 花痴女疯狂起来 可是很可怕的 不过在主人面前 那就不一样了 就在一声爆炸声中 客栈被毁得稀碎 几道人影从爆炸中窜出 首先是五王境界的戴帮帮主 其次是五王境界的算命哥 然后是同样五王境界的黑蒜姐 见到两人就恶心 四年未见 开场就打 算命哥最先出手 操控扶子 向着黑蒜姐进攻 黑蒜姐黑黑一笑 这种雕虫小技 他根本看不上 散柄一挥 扶子瞬间爆炸开来 盖帮帮主看不下去 要将污染环境的 两人捉拿归案 手中长棍挥舞 疯狂一击 巨大的能量波 将附近土崩瓦解 目睹全过程的沙马克 激动不已 强者之间的战斗 果真热血沸腾 黑蒜姐出手很辣 提起了盖帮老灯 偷偷悬赏他的事 所以说 不太像比赛 更像是私人恩怨的发现 阿伟正在一旁吃瓜 身后却走来了几个炮灰 见阿伟势单力薄 上来就准备抢牌子 沙马克一个闪身 阻挡在阿伟面前 炮灰以为他要出手 连忙撤退 结果沙马克挽起前盾 空中下起银票雨 看得炮灰两眼放光 等银票落地 两人早已消失在原地 呆瓜看着地上的银票 不捡白不捡 可下一秒 傻乎乎捡银票的人就僵住了 趴击一下 倒在了地上 后方的两炮灰吓了一跳 红袖手拿 附魔长刀 缓缓从烟雾中走出 势必要将这几个 对主人出手的人给消灭掉 与此同时 小帅带着两人躲开了攻击 向着安全的地方快速飞行 本来打得热火朝天的三人 却感受到了一股武圣的气息 解决完小卡拉米的红袖 也同样感受到 不过问题不大 他数了数手中的名牌 第139个 修了一下 名牌被收入储物戒 等凑齐520个 他就把戒指献给主人 顺便回到主人身边 真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小帅带着两人 来到一个安全的屋顶上 沙马克大口大口的呼吸 这种熟悉的窒息感 好像是上次见太奶的时候 等整个人顺畅了 他看向一旁的阿伟 问他该怎么办 阿伟觉得 现在是一个看戏的好时机 沙马克还没怎么听明白 手中就接到了阿伟甩来的烤鸡 放好糖椅 拿起爆米花 该休息一会儿了 黄毛想上了什么榜 阿伟一直都记着 他大概知道了比赛规则 收集这个牌子 越多分数越高 现在要做的 就是等其他人打完 然后去找分数最高的那个人就行了 黄毛恍然大悟 一同加入休息的行列 可刚躺没多久 屋下就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 红色的荆棘冲破屋顶 将三人的休息场所 毁了个稀烂 小帅更是被荆棘缠到了高空 气居然是触手 捆了一个还不够 这很不对劲 沉迷修炼的夏父 对阿伟所赠的功法参无入迷 直到今天 他好像感受到了什么 骤然清醒 一种特别的感觉油然而生 是绝对纯粹的力量 夏老哥喜极而泣 没想到 真的由于九区护心阵 完美结合的功法 等自己大功练成 就将那些喊他王八壳的人 一个个击毙 不过这套功法中 还有许多残缺之处 于是他决定 下次再向阿伟请教 闭关结束 夏老哥走出练功房 心情非常不错 门中最近无大事 夏依依从一旁走来 夏父笑明尼朝着他招手 说要给他看个好东西 九区护心阵运转 出现在夏依依身旁 好像与平常没什么不一样 夏父摇了摇头 让他仔细看看 夏依依左瞧右瞧 发现了脚底多出的金莲 九区护心阵 虽被称为 旷决一世的御敌功法 但却无法进攻 略显被动 多年来 他一直在寻找一个 能与此阵并存不备的功法 现在 他找到了 脑海中出现画面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夏依依没说话 感觉他爹有些不正常 等夏父从幻想中走出 打算去拜访阿伟 夏依依告诉他 阿伟已经不在鱼航镇了 夏老哥一脸悲痛 机缘如此短暂 为何不告而别 夏依依继把话说完 他们之前提到过比赛 应该是陪徒弟参加比赛去了 夏老哥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搞错了 不过早知道阿伟要参加比赛 他直接给几个名额就好了 坑人的预选赛 没想到阿伟兄居然通过了 果然不简单 夏依有些无语 这人闭关 那叫一个走火入魔 谁喊得动 就这样 夏老哥在心中 脑补了一个好师父的形象 另一边 沙马特十分慌乱 事情或许还能补救 小帅被捆成粽子 身后传来女人的声音 荆棘姐让他们最好乖乖投降 她可不想欺负小孩 阿伟的心思都在藤蔓上 根本没注意其他 沙马特边哭边喊 师父 大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荆棘姐很是无语 这人好像根本不在乎这小孩 而且阿伟的身上 他感觉不到任何习武者的气息 阿伟专心致志地 抚摸着眼前的触手 总感觉有一丝丝的熟悉 是一种诺唧唧的感觉 转念一想 那不就是那史莱姆吗 不对劲 这非常不对劲 荆棘姐脑袋飞速思考 正是赛混入普通人 而且 两人都没有习武者的气息 一瞬间 他又怀疑 是某种隐藏实力的功法 既然是来参赛 为什么要隐藏实力 他不明白 沙马特仇地要死 虽然师父很厉害 但这妹子 估计也弱不到哪去 阿伟站在前方 临危不乱 高大的形象深深触动了他 阿伟看着手中的触手 两眼放光 他需要知道其中的奥秘 小帅也不用担心 说着 便准备掏家伙试试 荆棘姐警惕起来 以为阿伟要出手了 结果 阿伟掏出了下副赠的屠龙宝刀 是妖是魔 砍一下就知道了 北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小姐姐 从黑暗中出手相助 老头喝着酒 晃晃悠悠地走在路上 赛场里出了个武圣 那他可得挖过来 走着走着 碰到了正在嘴炮的阿伟他们 荆棘姐骂骂咧咧 人质还在自己手里 这人却一点也不尊重他 老头瞧了一会儿 发现是白天那婆娘 荆棘姐逐渐暴躁 似乎下一秒就要撕票 看着看着 发现了被藤蔓缠住的小帅 身旁却不见他家大人 又是一阵哐哐哐的声响 从屋顶传来 阿伟手拿屠龙刀 怎么也砍不动 沙马特建议换一把更贵的 可老头耳背 没怎么听清 以为是阿伟准备救小帅 沙马特没保护好师弟 打算以死谢罪 既然如此 那还了得 荆棘姐不想和这两傻却纠缠 正欲出手撕票 操控的藤蔓 却不知被何物斩断 老头救下小帅 对着荆棘姐一顿咒骂 连小孩都不放过 简直太可恶了 本来心情就不好 听到酒鬼老邓的谩骂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老头也不听他辩解 表示只看到了一个 努力救徒儿的师父 刀都砍出缺口了 忍无可理 无需再忍 荆棘姐的怒气爆表 施展士魂秘术 一条条藤蔓宛如巨蛇 向着老头袭来 没有武功的阿伟 瞬间就被抓住 看见被困住的阿伟 他的心情好了一些 老头顿感不妙 士魂述出 这下不好办了 被挂在腰间的小帅告诉老头 他师父很厉害 不会有事的 老头一阵欣慰 他都懂 在徒弟眼里 师父永远是最厉害 最可靠的 士魂秘术一旦发动 便无法随意中断 被士魂的人会被抽走内力 直至变成废人 这下怕是凶多吉少 可话刚说完 缠绕在阿伟身上的藤蔓 发出一声脆响 两人同时一惊 荆棘姐眼睛睁得大大 事情出乎预料 士魂术只有两种情况会失败 要么对方是完完全全的普通人 要么对方的实力 高于士魂术使用者 请客间 藤蔓破碎消散 阿伟落回屋顶 荆棘姐受到反噬 咳出一大口血 他不得不再次正视眼前这人 红色的藤蔓再次袭来 可这次 阿伟却被洪秀给抱走了 躲过了这一击 阿伟还没看清来人 两人落回地面 洪秀给了他一个爱的抱抱 嘴里喊着主人 埋怨自己来晚了 不过主人还是那么帅气 轻易解决了敌人 紧接着 他又拿出一枚储物件 里面有520枚牌子 象征着不枯竭的爱意 说完 洪秀单膝下跪 准备将戒指戴在阿伟手上 阿伟还处于猛逼状态 不知道眼前这位姑娘有何用意 洪秀听闻一阵伤感 主人果然还在生气 以前都是管我叫秀的 阿伟有些尴尬 问起正事 洪秀表示 当自己被他救下开始 就一直跟随着主人 阿伟想起来 那黑悬参也是他捡来的 阿伟摸了摸他的头 这些黑悬参 一确帮了他大忙 这么说来 他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 想来就是洪秀了 可他完全不清楚 洪秀和旧主之间 是如何相处的 也不知道会不会露馅 见阿伟没事 沙马特可怜兮兮地跑过来 刚刚真是被吓死了 老头看向阿伟 发现这人肯定不简单 刚刚虽然只有一瞬 但武圣的气息 的确是从这边传来 洪秀挡在阿伟面前 见老头面容不善 以为是要出手 老头阴险一笑 面对那女人的试魂术 还能临危不乱 这样的好苗子 太适合吴定宗了 得想办法拐过来 以为的人手不足 打电话摇人 他以为的人手不足 学学Big Mom 老头笑得贼没鼠眼 询问阿伟的名字 结果惨遭阿伟嫌弃 笑得如此猥琐 比自己还反派 洪秀站在一旁 如果需要 他可以内依阻吓 这老头他认识 但老头没资格认识他 没记错的话 这老头是吴定宗的三长老 江湖人称罪卧天尊 阿伟对这些事不太清楚 洪秀在一旁解释 当时太嫌弃吴定宗 所以下战书的时候 把吴定宗掠过了 阿伟一惊 自己以前难道这么拽吗 因为此事 其余宗门怀疑吴定宗 与魔教勾结 若不是吴定宗 有三位武皇 长老坐镇 恐怕不用出手 他们都能自己内讧 回想当年魔教鼎盛时期 就算三大宗门 所有高手一起出面 也无法撼动魔教分毫 两人越聊越嗨 老头被晾在一旁 老头见状咳了咳 叫到小帅 开始查户口 阿伟报上姓名 顺便感谢了 刚才的出手相助 红秀在一旁呆呆地看着 曾经的主人 何时需要亲自与人周旋 也不知这段时间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伤感间 沙马特走过来问向红秀 怎么会认识自己师父 红秀话也不说 一脸嫌弃 要不是自己没能守在主人身边 那主人何须这些歪瓜裂藻 如果人手不足 想必以自己的根骨 和主人的孩子 必是天之骄子 只要主人愿意 老头这时注意到一旁的红秀 问阿伟是不是和他们一起的 红秀没有掩盖实力 但周深的气息十分诡异 令人捉摸不透 阿伟胡乱编了个身份 说是他的表妹 多年未见 听完阿伟解释 老头也没太在意 绕回最开始的话题 小子 我看你根骨绝佳 不知有没有兴趣 加入吴定宗啊 阿伟想都不想 直接婉拒 沙马特不理解 回客栈的路上 孟千秋听说 阿伟拒绝了吴定宗 整个人惊掉了下巴 阿伟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那老头偏要拉他们入吴定宗 孟千秋告诉他 他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含金量 这可是吴定宗 可在阿伟眼里 吴定宗的吸引力 可能还比不过手里的高点 比起做吴定宗的弟子 他更想做某门派的创始人 立自己的规矩 潇洒快活 孟千秋听完没有反驳 反而觉得 他说得很有道理 出门在外 别人都称他万古格圣女 但又有几个人 知道他真正的名字 或许 他并没有自己看上去那么傻 而这其中 还有着阿伟的一番谋划 通过拒绝吴定宗 来达到一波宣传的目的 到了客栈 阿伟邀请孟千秋进来喝杯茶 孟千秋没想到他还开了店 没等阿伟回答 一道烟花升空 侍女们出现在门口迎接 他有事情要和沙马特交代 夏老哥和夏依依 在这时到来 见到阿伟 宛若看见了亲人一般 一顿彩虹屁 将阿伟夸得天花乱坠 就在两人握手言欢的时候 孟千秋看了过来 他的世界观崩塌了 这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夏伯伯了 出门在外 主打一个预判别人的预判 闺蜜碰头 两人都意外 孟千秋看夏依依的样子 两人应该早就认识了 夏依依不禁介绍起来 这就是他之前所说的那位 可重点并不在介绍 而是夏老哥 公认的老成持重 在阿伟面前却是这副德行 夏老哥不以为意 这江湖实力为尊 他见到阿伟都得尊称一声高人 怎能如此不客气 孟千秋皱起眉头 夏伯伯 您如今的岁数 和一个年轻人称兄道弟 也不太合适吧 夏老哥那叫一个豁达 学无常识能者为师 要不是阿伟兄不让 他觉得叫爹都行 如无阿伟兄 他此生在武艺上 怕是无法突破了 武语写在脸上 他开始转翻目标 问起夏依依 总觉得夏伯伯的精神状态 不太正常 夏依依让他别在意 就只是单纯兴奋过头了 可孟千秋还是不信 夏依依只能继续解释 九屈护心阵 一等一的御敌功法 但苦于没有攻击手段 略显被动 虽说要寻一个 与之相契合的功法 但并不容易 夏老哥寒暄完 打算让阿伟 看看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孟千秋感觉自己有些混乱 阿伟就是夏依依提到的可疑人物 事情的发展 已经偏离了轨迹 夏依依在一旁开导 阿伟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弱小 如果能加入铁一门 那就是如虎添翼 孟千秋没话说 感觉这两人都被那家伙给洗脑了 在他看来 阿伟就是一小伙子 夏伯伯一个武圣 还需要向这种可疑人士请教吗 想起他之前给的信用 简直后悔得要死 另一边 夏老哥开始掩饰 随着一声呼喊 九曲护新阵2.0正式上线 眼前的情况 出乎了孟千秋的预料 九曲护新阵的上方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手掌 一掌拍下 威力巨大 夏老哥急忙向阿伟展示成果 却看到了一旁阿伟的铁板脸 这紧促的眉头 这隐人的表情 难道是生气了 为此 夏老哥十分惶恐 可真实情况其实是 阿伟给他缺漏板 居然都被他给参悟出来了 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不过也算是好事 起码消除了自己摩登的嫌疑 那自己就还是一个 人处无害的普通人 沉默片刻 事情的发生出乎意料之外 回想起夏依依之前说的话 孟千秋开始思考事情的真实性 回到万古阁的时候 因为黑悬生的事 孟千秋得到了竹母的表扬 在得知黑悬生出自一人之手 竹母也不免惊讶 孟千秋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 可说到与阿伟结交的时候 却受到了竹母的反对 竹母让他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养骨之人不可习武 就算你想 也得问问 你身上的骨虫同不同意 作为圣女 怎可如此草率 孟千秋默默听完 他不明白 为什么与姐姐能修炼 还修炼成了武王 一番反驳 得到的是竹母的训斥 竹母告诉他 他们两人是不一样的 你与姐姐这次参赛 遭到内力反噬 昏迷至今 甲祖赛场 是你负责的吧 孟千秋小心翼翼地听着 一言不发 竹母眉头紧皱 欺负了他万骨骼的人 他一定要把对方的皮给扒下来 阿伟之所以叫阿伟 是因为他是一个普通角色 但却因为一点小小的蝴蝶效应 而导致情况的改变 街道上 路人正聊着这次比赛的魁首 正是他们于行镇的人 为此 镇上也热闹了起来 和尚哥和尚弟 在师父的安排下 准备下山寻找机缘 第一件事 便是找一个住的地方 花婆婆想了想 近日镇子上的客栈 都应该住满了 但有家客栈可能有空房 不过最近在翻修 和尚弟看到唐葫芦 双眼放光地看向和尚哥 和尚哥一脸忧郁 拿出盘缠 让和尚弟省着点 师父给的可不多 一边是 拿到唐葫芦快快乐乐 另一边却有气无力 感觉身体被掏空 如果可以 他真想敲一辈子沐鱼 哪都不去 就在这时 小帅过来给花婶送水果 聊了几句 小帅提醒花婶 客栈明天就开张了 记得过来捧场 说着说着 又想起了身后的两位 两位大师想要找个落脚点 客栈这边 孟千秋正在让火计安装牌匾 阿伟四十才起床 遭到孟千秋的吐槽 他睡一味去 这几天坐这坐那 都快累死了 好不容易闲下来 当然要睡个懒觉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 孟千秋不是回去复命了吗 怎么还留在渔航镇 孟千秋脑袋一转 好不容易有机会多玩一会 他才不会现在回去 紧接着 他问阿伟 在甲组赛场 有没有见到可疑人士 阿伟瞬间一慌 整个赛场 估计就他最可疑了 但他不明白 孟千秋为什么会无缘无故问这个 两人没见过面 洪秀的身份 应该也没被认出来 孟千秋带着审视 想了半天 也没得出什么结果 然后他问阿伟 有没有见到一个 可以催动腾蔓的女子 身边还跟着几个美男 阿伟一听 好像还真有 自己还碰到了 本以为荆棘节只是个路人 没想到还有戏份 他怀着一颗沉痛的心 询问着前因后果 孟千秋告诉他 那人是万古阁的弟子 竹母很看重他 可他却在这次大赛中受了重伤 内力反噬 昏迷至今 竹母下令要找出动手之人 阿伟虚汗直流 甘大的笑了笑 应该就是自己干的 不过他当时没动手啊 这身体内力有那么强吗 思索间 小帅带着和尚哥和和上帝 回到了客栈 和上帝立马就认出了小帅 之前比赛碰到过 阿伟没想起来 出于礼貌 打了个招呼 为了转移话题 将几人带进了客栈 客栈里的装修富丽堂皇 梦千秋了然 怪不得阿伟能拿出这么多黑玄身 也难怪 三大宗都瞧不上 又能铸下老哥突破 怎么会巴结万古格 现在反而像是变成他在巴结了 尴尬如此 他问阿伟为什么会改客栈的名字 之前不是叫第一客栈吗 和尚哥却在这时走了过来 行走江湖 最难得最珍贵的 便是和平二字 客栈工人休憩 虽身处江湖之中 却希望众人找到一处和平之所 阿伟的想法 他都懂 的确是个好名字 阿伟潸然泪下 宛若遇见了知己 可真正的意思其实是 和平客栈的谐音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他以为的是 一些不可言说的事情 没错 他准备好了 可实际上 他只是想探讨一下 客栈的取名问题 在此之前 阿伟向红秀交代了他重骨的事 所以他无法使用功法 虽然都是异想 红秀没在意 表示一切听从命令 可当事情继续发展的时候 却跑偏了 回到现在 两人好似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听完和尚哥的解释 孟千秋陷入思考 看样子是自己肤浅了 阿伟一脸得意 只要自己不说 谁能想到紫薇摩尊在这开客栈 话题聊到这 阿伟让小帅带两人去客房 房间里 全部都是崭新的家具 环境是说不出的好 和尚哥迫不及待 立马躺平 这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 和尚弟在一旁不停晃悠 让他可别睡着了 如空师父说过 大纪元就在渔航镇 现在应该出去转转 和尚哥眼皮沉重 就睡一小话 纪元也跑不掉 说不定 睡一觉 纪元就来了 可不管和尚弟怎么拉扯 和尚哥就像粘在床上了一样 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敲门声 和尚弟跑去开门 回来时 手里拿着一篮水果 是新店开业福利 了解完毕 和尚哥闭上眼 准备进入梦乡 拉上小辈子 睡饱了 才有力气去找纪元 可不过三秒 又被和尚弟的叫声吵醒 幽怨地起身 和尚弟激动地 看着面前的果蓝 金光灿灿 里面全部都是圣果 和尚哥惊呆了 纪元长脚跑来了 新店开业 不少朋友过来庆祝 黄毛特意为他定的花开富贵 希望他能喜欢 阿伟很欣慰 乖徒儿 师父这就被你送走了 花婶说完 准备离开 明天正式开张再来捧场 现在阿伟有出息了 也能多护着那孩子 阿伟听完 疑惑一瞬 问他是不是小帅 花婶不再多说 让他去忙 自己先回去了 紧接着 阿伟拿出一篮水果 准备让花婶拿走 不远处却传来和尚哥的声音 速度达到新高 他想立马搞清楚 会不会与两年前 被盗走的圣果有关联 又或者说 这就是师父所说的机缘 可圣果怎么会出现在这 跑到两人面前 和尚哥一声道歉 将篮子上的盖布掀开 里面全都是金灿灿的圣果 和尚哥问向阿伟 不知这些果子从何而来 阿伟一脸平淡 都是种出来的 和尚哥吐血 这是他完全没预料到的结果 冲动姐一言不合就动手 结果只是装枪做事 路人哥没有实力 只能卖队友 客栈的后院 满树满树的圣果 和尚哥没话说 的确是种出来的 而且非常多 种子就是红袖抢来的 因为小帅喜欢吃 他就种了些 说着说着 阿伟听到了哭声 转头看去 和尚哥已经泪流满面 他的世界观受到了打击 这和师父说的不一样 师父明明说过 圣果很珍贵的 寺庙那个果树的枝干 比自己的脑袋都秃 十几年也不见他接颗果子 前两年好不容易长了几颗 还没捂热乎 就被偷了 没想到有生之年 能见到如此场面 尊贵的气息闪下双眼 见和尚哥莫名其妙哭了 阿伟打算让他多带线回去 顺便宣传宣传客栈 为了寺庙的未来 和尚哥向阿伟打探了一下 关于果树的养殖方法 无禅寺位于临风之巅 因为有阵法 所以四季如春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 阿伟的地理知识储备丰富 释迦果是热带水果 不适合在这种环境下生长 他为了模仿热带环境 可是花了不少功夫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和尚哥听得一头雾水 有些词汇 全都是他没听过的 看着手中的圣果 他似乎误了 自以为给了圣果最好的照顾 却忽略了 圣果真正的需要 客栈前门 来了个路人甲 似乎是来找茬 两人朝着客栈叫嚣 非常生气 而生气的原因 却是掌柜的 没有来给他们开门 冲动姐不停地阿巴巴 说了半天 黄毛闪亮登场 他告知两人 客栈明日才开业 冲动姐见有人出来 一边吐槽花圈太漏 一边自爆家门 黄毛轻蔑一笑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从前 那个他了 杀手绑地绑27名 虽然是躺上去的 一开口 便反驳着冲动姐 主打一个嚣张 背靠大树好乘凉 冲动姐见说不过 拔出佩刀 准备动手 却被身旁的路人甲拦下 他向着黄毛自我介绍 想让对方通融一下 见对方态度变好 黄毛和气地告诉他 殿 是他师父的 又指向冲动姐 刚刚不是 还嫌殿破吗 想来林建宗身份尊贵 怕是容不下两位 一番阴阳怪气 冲动姐的脾气再次爆表 路人甲再次上前阻拦 他笑眯眯地看向黄毛 想和掌柜地聊一聊 自从得了名次 黄毛越发胆大 他师父可没空过来 就算是林建宗 他也不怕 路人甲眼神阴郁 林建宗首席弟子的身份 也压不住 这客栈到底是什么来头 冲动姐见师兄被搏了面子 立马准备找回厂子 吵起家伙 就冲了出去 路人甲倒是很给面子 让出位置 看着冲动姐向前进发 没走两步 冲动姐就停下了 本来只想装装样子 结果师兄没拦他 路人甲表面 让他不要冲动 心里只是想让他当个炮灰 试试黄毛他们的深浅 轰的一声巨响 从街道上传来 正在聊天的夏老哥几人 顿时被爆炸声吸引 而爆炸的地方 正是阿伟客栈的方向 夏老哥一慌 阿伟兄可不能出事 师妹拼死拼活在前面卖命 师兄却二话不说 蹬下师妹跑路 阿伟正在向和尚哥仔细讲解 可突然就听到了 前方传来的动静 他以为只是阵子上热闹了起来 想必要不了多久 在他的带领下 和平客栈便会鸣动江湖 幻想中 夏依气喘吁吁地跑来 慌慌张张地告诉他 客栈出事了 前门烟雾散去 冲动姐被路人甲扶住 情况出乎他的预料 小师妹虽然性格跋扈 但武功在同龄人中 也算佼佼者 没想到 对方一招就打退了小师妹 看来是个硬茬子 他本以为强者是黄毛 可下一秒 他更惊讶了 出手的居然是一个小孩 仅仅用了一击 便将小师妹打退 冲动姐一脸不服气 一个小孩 能有多厉害 他以为小帅是带了什么奇珍异宝 恰好挡住了他的攻击 他就不信了 还能挡住第二次 话不多说 举起佩剑 准备再战 可这次 路人甲却挡在了冲动姐面前 准备耍帅一波 长剑出鞘 整个人气势飙升 当刚他观察到了 小帅挡下攻击的时候 身上并没有任何内力波动 所以 他和冲动姐想的一样 认为小帅是带了一件法宝 林建宗的名声 可不能就这么被毁了 这次 他要找回场子 一血前耻 面对路人甲的攻击 小帅一动不动 左拳收拢 一拳出击 锁血板出击拳法 轰在路人甲脸上 英俊的面容 瞬间被揍成猪头 冲动姐看着师兄被打飞 整个人又气又恨 转过身准备替师兄报仇 让他们付出代价 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把小帅放在眼里 就算再厉害 也就是个用拳头的 他举剑向小帅袭来 一个闪身 来到小帅上方 一箭重击 顺势朝小帅刺去 等下老哥来的时候 看到便是这样一副场景 台扁歪了 满地狼藉 冲动姐趴在地上 不愿意接受事实 他见小帅刚刚用了好几种攻法 可他师尊不是说过 习武者 一生只能学习一种攻法吗 等到阿伟出来 问题似乎都已经被解决了 黄毛哭天喊地地跑来 刚刚要不是师兄 他就见到太奶了 几人在那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路人甲躺在地上装死 刚刚小帅那一拳 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 徒弟如此 师父肯定不简单 于是 他准备跑路 阿伟他们还在讨论 忽然听到了冲动姐的惨叫 路人甲遇见开溜 让师妹先等等 他回去搬救兵 一句话说完 整个人便消失在了天际 冲动姐原地实化 跑路居然没带上自己 帅哥被揍成猪头 只能哭着找师父 路人甲逃走 阿伟却没有阻拦 孟千秋提醒他 把人放跑 怕是有麻烦 阿伟丝毫不慌 一个路人甲 跑了就跑了 自己作为主角 当然是多灾多难的 再说了 眼下还有个白嫖的人质 冲动姐一脸警惕 阿伟居然知道他师兄的名字 沙马克对于阿伟的崇拜 算是达到盲目 不管来什么 师父都能一招秒 孟千秋越听越玄乎 原地苗武王 似乎有些夸张 就连下一一也表示 自己曾看见阿伟弹指摧屋 夏老哥皱起眉头 如果对方真的是灵剑宗的人 那事情就麻烦了 另一边 灵剑宗 几位宗主正在开会 一名属下火急火燎的上前报告 结果被一击打飞 出手的人 是灵剑宗宗主 路人仪 正在开会的他 讨厌被打扰 月眠让他别动那么大火气 万一真有急事呢 公子清表示不急 让路人仪先去忙 路人仪这才问向跑来的小兵 被打中的小兵 颤颤巍巍地爬起 宝贝徒弟 路人仪听完微微一笑 想必徒弟这次回来 应该是有什么收获 说着就让属下去将他喊来 可属下听后一脸恐慌 路师兄恐怕来不了 路人仪瞬间暴露 以为对方在摆架子 公子清让他稍安勿躁 说不定是准备了什么惊喜 小孩都喜欢干这种事 说完 他就将一旁的美女 拉入了自己怀中 几人一走出大殿 便看见了被揍成猪头的路人甲 哭着找师父 月眠一脸嫌弃 他记得之前长得挺俊的呀 路人一见状 开始询问缘由 路人甲一波添油加醋 加上偷天换日 将过错全送给了阿伟 虽然他逃了出来 但小师妹却被抓住了 公子清身边的美女 此时眉头紧锁 特别是在听到渔航阵三个字的时候 阿伟这边 刚将被破坏的地方收拾好 夏老哥也没什么地方可帮 只能一起帮忙收拾收拾 收拾完 他提醒阿伟 铁一门虽然厉害 但不会明目张胆地干涉江湖斗争 当年魔尊残害了无数宗派 幸存的宗门 要么抱团取暖 要么落魄消亡 又或者相互并吞 弱肉强食 无论走到哪都会存在 林建宗便是一个靠联合他人 一同吞并其他宗派 而壮大起来的宗门 第二天 阿伟的客栈开业了 林建宗的人早已到来 在远处观望 路人一见状一脸鄙夷 这么点地方 感觉有些兴师动众 月眠让他仔细瞧瞧 在他们月影楼 这种花圈是用来祭奠死人的 现在指不定就是在嘲讽 路人一意声令下 身后的弟子们全员出洞 美女看着眼前的客栈 总觉得有些熟悉 公子清见状 将他一把搂过来 说起来 他的家好像就在这里 而且他还有个妹妹 公子清觉得 姐姐已然如此 那妹妹想必也是貌若天仙 美女本想出口反驳 却被公子清拍了下腰 然后恶狠狠瞪着她 忤逆自己 可没什么好下场 如一道温柔的月光 总在危急的关头出手 美女很小心 公子清邪魅一笑 这于杭镇也算是青山门的卧榻之策 只要你想 我日后便多带你过来转转 她此刻的注意力 全在客栈身上 她不可能记错 这位置的客栈 明明是第一客栈才对 心中不免担心 如今客栈更名 莫非是已经易主 若如此 妹妹的处境又该如何 冲动姐变成炮灰 免费住进了客栈 整个人却怒气冲冲 不停咒骂 可等阿伟一过来 又立马泄气 阿伟搞不懂 最开始吵着要住店 现在住进来了又不舒服 她放下手里的食物 让冲动姐吃点东西 别饿死在她这 一碗简单的饭菜 让冲动姐不停脑补 她根本不会如此好心给自己送饭 又或是某种诡计 阿伟告诉她 这可是自己亲手做的 不吃多可惜 身为反派 做到如此善良 见者落泪啊 看见阿伟诡异的表情 冲动姐更加确信 饭菜绝对有问题 或许是想把她堵死在这 可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她真的饿了 现在吃也是死 不吃也是死 心里一顿谋划 还是做一个饱死鬼划算 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忽然间 她感觉 身边的环境 似乎变亮了 这里就是天堂嘛 没想到 会有如此美味的毒药 一想到如此 便是止不住的悲伤 毒药的药性 发挥得也太快了吧 悲伤间 她好像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这一下她反应过来 自己还没有死 仰头望去 便看到了师尊 陆仁仪 阿伟很冷静 来得还挺快 就是苦了这可怜又多灾的客栈 直接被掀去了红盖头 陆仁仪注视着阿伟 的确和她徒弟说的一样 没有任何习武之人的气息 手中灵气汇聚成剑 让阿伟将小帅交出来 阿伟十分轻松 她深知这种路人假以的熟悉套路 对此不屑一顾 冲动解冷汗直流 阿伟不仅知道师兄的名字 还知道师父的名字 脑补之下的脑补 她以为这一切都是阿伟的计谋 慌乱之中 她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她实在是看不透 觉得阿伟普通人的模样 也肯定是伪装 路人一见阿伟不愿娇人 直接出手开大 向着阿伟进攻 冲动解决在这时提醒她师尊 阿伟认识她 此事有诈 路人一听后一惊 准备取消攻击 可再想收回攻击 已经不太可能了 攻击在控制下 只转了个弯 方向变成了夏依依所在的位置 孟千秋连忙提醒 可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距离近在咫尺 紧要关头 一道身影闪过 夏依依转头望去 似乎有些熟悉 面纱作战计划 红袖有些疑惑 这样真的能行吗 阿伟让她放心 这套路她老熟了 只要戴上面罩 就不会被认出定律 天空一声巨响 红袖闪亮就场 局势立马清晰 变成两派 阿伟化身绿茶 对着路人一 一顿指指点点 不仅毁她客栈 还对普通人动手 孟千秋一边召看夏依依 一边问阿伟有没有受伤 路人一很快便认出了 孟千秋万谷格的服装 刚刚想装一波 没想到出岔子了 现在想来徒弟说的话 她慢慢冷静了下来 岳眠紧跟其后 理想象中热闹 铁一门的捕快 万谷格的胜利 然后一个看起来 很有钱的傻子 一个看起来 很普通的傻子 以及一个可疑的小屁孩 岳眠反应过来 这阵容 好像是本届比赛 魁首配置 这次比赛鱼龙混杂 就连万谷格的人 都身受重伤 能夺下魁首 真是了不起 听到几人的谈话 路人讨论起来 可其他人却根本不相信 原本菜鸡的阿伟 怎么会突然变厉害 以前可是被欺负惨了 岳眠在一旁拱火 她也很好奇 一个平平无奇的客栈跑堂 变化怎会如此之大 阿伟听完脸一黑 就这么一会儿 居然就发现了端倪 洪秀在一旁提醒阿伟 告诉他岳眠的相关信息 月影楼楼主 是个情报贩子 最擅长挑拨离间 搬弄是非 阿伟转念一想 照这么说 魔教作恶多端的形象 还有他的一份功劳 洪秀怒火中烧 他心目中的主人 可没有月眠的描述那么错 阿伟有些尴尬 听洪秀的描述 魔教似乎比月眠的描述 还要更加凶残 洪秀怒成蒸汽机 阿伟让他冷静 洪秀心中默念 一旦有人问请魔教 严格遵守三原则 不认识 不熟 不知道 夏依依在这时站了出来 他不知道月眠在说什么 但阿伟的身份 铁衣门是调查过的 家是清白 父母双亡 只剩下一个不知去向的远方表妹 这番言论 将阿伟惊呆了 佛伯乐的效率 也不过如此 可如果夏依说的都是真的 那自己可太特么牛了 挑选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号 为自己打造一个人畜无害的形象 亏了自己担心太多 现在的烦恼 一扫而空 就这样 阿伟陷入了深深的误会之中 月眠对此也不在意 提起于杭震最近出现的魔教余孽 是出反常 他只是担心魔教余孽混入其中 而这时 公子清身旁的小姐姐站了出来 为阿伟作证 他应该不是魔教的人 小帅也认出 这是他姐姐 阿伟直接梦了 没想到还有隐藏角色 小帅姐姐两年前就认识阿伟了 他能看到每个人身上的气息 而阿伟的气息 和两年前一样 阿伟没想到 气息这种东西 居然还能被看见 疑惑之际 他的眼中不一样了 公子清的身旁 黑气环绕 事情变得不简单了 你惨了 你坠入爱河了 众人的目光被小姐姐吸引 洪秀立马就发现了 他是天女 阿伟难以想象 是自己理解的那种天女吗 洪秀告诉他 之前可是他下令寻找天女的 这么重要的事 您难道忘了吗 阿伟慌得一批 没有半点印象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魔尊 只能着急忙慌地解释 可能是中古久了 脑子被钻控了吧 洪秀紧紧地盯着他 似乎有些不相信 并持着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准备动动手 阿伟心脏碰碰乱跳 本以为洪秀要来黑虎掏心 结果没想到 会是原地暴衣 洪秀一瞧 没发现洪志 没想到主人的伪装 竟如此严谨 连只有他知道的小细节 都毫无破绽 想着想着 洪秀越发生气 感情是因为腕骨骼 所以主人彻底失忆了 一想到主人 是在失忆的情况下救了他 洪秀脸色羞红 这是双向奔赴 小帅姐姐看着眼前的情景 暗路宗主的说法 他的弟子被一个孩童打伤 照这么来看 那个孩童 应该是指自己妹妹吧 就在这时 公子清搭在了他的肩上 刚才着急替阿伟脱罪 没想那么多 公子清眼神空洞地看着他 美人的意思是 你可以为他作证 说完他猛地一抓 宣泄着自己心中的不快 因为被拽着头发 小帅姐姐只能连连求饶 公子清宛如一个禽兽 打算给他点教训 随即邪魅一笑 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害怕的表情 说完 他便掐上了小帅姐姐的脖子 好像是魔教的功法 既然园主都特意寻找 那肯定有特别之处 二话没说 阿伟就让红袖抢人 下一一道红光闪过 公子清的右手就飞走了 作为同一方的月免两人 立马准备御敌 小帅姐姐被稳稳接住 然后甩到了一边 三人立马扭打在一起 另一边的几人站在一旁看戏 小帅姐姐还十分担心 对面三个人 怕他应付不过来 下一一看着几人的战斗 心中颇多感慨 他爹爹说过 这几人都不是什么善茶 眼前这姑娘 一亿敌三毫不费力 还轻松重伤一人 难怪爹爹说 若是出事 不让自己出手 这样的场面 就算自己出手 也只是添麻烦而已 三人的打斗进入白热化 月眠瞅准时机 来了拨偷袭 一找 从红袖面前划过 面纱被打掉 面容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毕卡索大师的杰作 沉默的男人 红袖的面容 出现在大众眼中 下一一瞧见 立马就想了起来 是魔教余孽红袖 看向阿伟的眼神 也多了一丝猜疑 此时此刻 有些人看起来很淡定 但实际上 心里已经慌死了 他的百分百房 认出神器 坚持了不到一个小时 下一一开始质问起阿伟 路人仪冷笑一声 铁一门的人 是在看戏吗 魔教余孽现身 此事现已无关 与江湖门派斗争 现在应该赶紧将阿伟 两人抓起来 又或者说 是铁一门和魔教 暗中勾结 听到路人仪的诬陷 下一一立马反驳 可就算他现在想抓 也抓不到啊 他爹爹早上 才去三大宗 真是不凑巧 阿伟告诫自己 越是疯狂的局面 越要稳住 反派发育手册第一条 打死不承认自己的身份 他告诉下一一 谁是魔教一看便知 你们难道看不到魔器吗 下一一一脸猛 红袖在一旁 敲咪咪告诉他 虽然不知道 您说的魔器是什么 但您以前说过 您的功法并非常识之物 所以说 常识之人 应该是看不见这魔器的 公子清虽然身上 有魔教的气息 但红袖对他毫无印象 应该不是魔教之人 或许是偷学的功法 公子清这边 他被斩掉一条手臂 整个人愤怒不已 听完红袖的话 阿伟再次陷入迷茫 感情那玩意 只有自己能看到 可他觉得 如来神掌 也不是常识之物 为什么能被看见 那在路人眼里 魔教打架 岂不是尴尬的一批 这一下子 阿伟彻底昏头了 酝酿了这么久的装逼时刻 结果老是出岔子 计划崩盘了 突然 他的脑袋灵光一现 这个传说中的无法天女 肯定能看见 可事实是 真的只有他自己能看见 阿伟独自在风中凌乱 真希望佛伯乐 现在能来把他带走 为此 他已经开始考虑最后的办法 带上重要的几人 找个地方重新开始 不演了 准备直接摊盘 可他正打算 表明自己魔尊的身份 就被身后的一群人打断了 阿伟怒气冲冲地转身 不知道打断别人讲话 很没礼貌嘛 孟千秋一脸惊恐地 让他朝后看 公子清不知催动了什么功法 一条血红的手臂 从被斩断的地方长出 整个人陷入疯癫的状态 扬言要为断臂报仇 阿伟这下惊呆了 山崇水负疑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峰回路转阿家人们 特效看不见 那便衣的爪子 总该能看见了吧 路人一眉头紧皱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他打算先下手为强 从身后给公子清来了一发 吃瓜群众 发现他是魔教的人 原本平静的场面 顿时变得混乱不堪 红秀告诉阿伟 以他灵剑宗宗主的身份 必然会弄死那个废物 以正清白 阿伟阴险一笑 如果把人给弄死了 他们就没机会借题发挥了 他告诉红秀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铲除魔教余孽的大好人 前这小孩是个天才 如来神掌轻轻松松学会 就连悉心大法也不在话下 就在他们激战的时候 夏老哥和吴定宗的老头 正向着阿伟的客栈赶去 两人都没想到 对方居然会认识阿伟 老头在夏老哥这打探的消息 准备继续完成 把阿伟拉入吴定宗的想法 夏老哥觉得 阿伟不愿意加入吴定宗 可能是因为想独自一人 无拘无束吧 可老头仍旧表示 江湖险恶 这才多久 林剑宗就找上门 还是有个靠山更重要 一边是想拐人 一边是怕被拐 倘若实力强悍 自己便是自己的靠山 不多时 两人便到了客栈附近 老头看了一眼 还真热闹 夏老哥以为是 林剑宗的人群很多 结果睁眼一看 整个客栈就差被先飞了 一个是魔教余孽 和不知名路人 另一边是林剑宗宗主 和疑似魔教余孽 似乎还有点眼熟 还有一个正在打人的和尚 场面如此混乱 夏老哥猛了 这时 他听到了一一的声音 寻声望去 夏一一正在和敌人缠斗 他十分不解 林剑宗怎么会对平民动手 可对方只是机械的回复 是宗主的命令 夏副飞身救场 将附近的敌人击退 九居护星阵运转 将几人保护在其中 孟千秋觉得这些人 有些不对劲 感觉像是中了谷一样 阿伟这时走了过来 告诉他 意识尚存 脚步虚浮 面色轻子 如行尸走肉 其实是被射魂后的状态 紫薇魔尊作为天下第一 尝试过巫术这种修炼方式 射魂只是实验的废料而已 抓住主使 便能让他们恢复正常 听阿伟说完 孟千秋非常疑惑 你怎么会这么清楚 阿伟亲切一笑 你猜 酒鬼老头见几人打架 看得起劲 更是对作为阿伟表妹的红秀 赞不绝口 夏老哥好像听到了 什么惊天大秘密 他仔细望了望 越发觉得熟悉 白毛丫头 他想了想 这特么不是 紫薇魔尊的亲信吗 老头将酒一饮而尽 酒坛一摔 向着战场冲去 原本瘦弱的酒鬼老头 直接化身肌肉猛男 刚刚还紧张兮兮的阿伟 现在轻松了 无定中的人一来 那能不能洗白 就看这次了 他叫向身后的小帅 开始准备 老头越打越起劲 左一勾拳 右一勾拳 路人仪直接被打变形 咳了几口老血 愤怒不已 他的脸可是连他祖母都没打过 既然面子已经丢了 他也不管平民不平民了 准备大开杀戒 可他正准备尝试运弓 却发现无法提升了 就连内里 也好像被抽走了一样 而抽走他内里的水泵 正是小帅的悉心大法 拉斯版 大家注意看 这个女人叫大漂亮 人如其名 长得十分漂亮 一看就是女主级别的角色 但众所周知 女主角一般都是多灾多难的 父母双亡 被黑心的伯伯 卖给了青山门门主 公子青 从此 大漂亮陷入了黑暗 公子青表面上看起来猥琐 私下也是真的猥琐 因为修炼了魔教功法 所以他需要通过吞噬别人 来增加自己的修为 当然 他每次都会用些特殊的名义 大漂亮对此非常不适 担心下一个就是自己 公子青一脸淡然 这些事对他来说 都是家常便饭 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 他也会担心侍女的情况 从始至终 公子青都只是以对待玩物的方式 对待她的口粮 当大漂亮看到床上之人的模样 整个人被吓惨了 公子青站在他身后 宛若一个恶鬼 侍女的救命二字还未说完 便断了气 见此情景 更是让大漂亮害怕 公子青邪魅一笑 让她不用担心 美人是特别的 她真正的打算 是在突破之时 留下来好好享用 大漂亮作为特殊体制 对她的帮助 可不是一心半点 假以时日 她必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 可结果吗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道崩俗 公子青被捆成粽子 还一个劲的犬肺 阿伟耳朵听出茧子 让洪秀来个消音 雪花飞溅 阿伟呆了呆 她只是想消音而已 没想过消命啊 洪秀干了个尬 以前这句话的意思 不都是灭口吗 路人一见风向不对 开始撇清关系 表示对公子青的是毫不知情 月眠无语得很 她可是被坑惨了 路人一让她赶紧想想办法 月眠眉头紧皱 内里都没了 还能有啥办法 阿伟这边也对公子青的死 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魔攻反噬 无要可依 夏依依本想反驳 夏副却表示理解 并让阿伟回去好好休息 剩下的交给他们 想了一下 阿伟正准备解释解释红秀 却听到夏老哥说 自己能走了 没想到 铁衣扪心这么大 在众人走后 夏依依问起原因 夏副一脸平淡 认为她还要再磨练磨练 她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通顺的解释 之所以把红秀待在身边 是因为以阿伟的实力 必然用了某种方法 将她控制住了 以此来从红秀口中套出情报 这种时刻 他们要做的便是静观其变 不添麻烦 然后夏依依就被忽悠了 想起阿伟之前提起的魔器 她并不是很懂 就连夏副 也是第一次听到 酒鬼老头突然出现 她对这些不感兴趣 不过阿伟帮助酒鬼护心阵突破 她倒是很感兴趣 就凭两人的交情 不该分享分享吗 夏老哥一脸嫌弃 让她自己去找阿伟要 老头轻哼一声 真是小气 不过她觉得 小帅的功法 比试魂秘书厉害多了 孟千秋听到关键字眼 变得激动起来 向着老头打探 本以为小帅是个可爱的男孩子 实际上她是一个女孩子 那就改名叫小美吧 阿伟怒斥 势必要把小帅还回来 小美告诉大漂亮 师父之前摔下悬崖 脑子被摔坏了 穿裙子练功不方便 还是换回去吧 大漂亮同情地看向阿伟 从悬崖摔下去 肯定很疼吧 受到美貌攻击 阿伟喷出鼻血 对此 她表示没什么 只是摔了一下而已 思索间 阿伟好像想到了什么 如果原主寻找的天女 就在她小号边上 那她为什么没认出来 又或许是一个不够 要凑齐三个才行 想了半天 没想出个所以然 孟千秋端着一碗汤要走来 事情调查完毕 青山门和林建宗与魔教勾结 路人仪被罪卧天尊带回三大宗 由三大宗处置 月明因为不知情 被扣在了铁衣门 陷在阿伟的客栈 那真是出名了 说完 她把药地给大漂亮 让她喝了 因为他们在公子清的房间 搜到了蛊虫 虽然母蛊已死 子蛊没了作用 但还是弄出来比较好 阿伟没想到 万古阁如此随意 蛊虫这么容易就能到手 而且一口汤就能解决 这也太简单了吧 孟千秋对此也不是很轻浮 不过大概率是竹母给出去的 她只喜欢利益 不管后果 阿伟悄悄尝了一点 苦出马赛克 孟千秋让他们赶快 自己还有事呢 然后阿伟二话没说 直接将一碗全部干完 本以为力量会立马回归 还迫不及带来了断封印解除 结果等了半天 怎么什么感觉也没有 这下子 她不冷静了 孟千秋更是无语 让她喝不是让你喝 你体内又没骨头 喝这玩意干啥 因为没什么反应 阿伟甚至有些疑惑 孟千秋一脸气愤 你还希望能有啥反应 她那一口气 既然都喝了 那她就顺便检查检查 阿伟表示 她只是有些害怕 万一体内有骨虫 那多恶心 就这样 以为身体里的骨虫 终于要取出来了 阿伟兴奋不已 等恢复实力 那她就是江湖第一人 可检查完毕 孟千秋告诉她 没有骨虫 健康的很 湿麻麻香 身体被放 阿伟一脸失望 对这个结果不太相信 小美重新盛来一碗汤药 孟千秋向着阿伟吐槽 你这人体好真奇怪 一副盼着体内有骨虫的样子 虽然刚才她的身体里没有骨虫 但现在 反正是有了 回到房间 阿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红秀给她鼓励 让她振作起来 怎么能被这点小事给打败 可阿伟一想到孟千秋说的话 她就提不起精神 难道这其中 还有自己不知道的误会吗 红秀觉得 因为主人实力强悍 所以限制她的骨虫 必然不会是凡物 圣女没看出来 正是说明骨虫不简单 听红秀一说 阿伟点了点头 说的有道理 圣女的实力不够 还得想办法 接近万古阁的主母才行 另一边 孟千秋正通过骨虫监视她 虽然不厚道 但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吗 就是传音效果不太好 没怎么听清 想起罪卧天尊的说法 孟千雨先攻击了阿伟 然后阿伟在没有挣扎的情况下 试魂秘术反噬了 孟千秋流露出一丝崇拜 觉得阿伟还蛮厉害的 画面一转 红秀消失在视野中 孟千秋看着阿伟 从怀里掏出一个东西 不知在干什么 一觉醒来 自己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两个兽儿娘出现在面前 作为一个幻想的大佬 怎么能没有属于自己的信物 阿伟连夜将魔教令改成阿伟令 红秀碰巧回来 看见了他手中的魔教令 阿伟觉得 以前的魔教令用不了 正好稍微改造一下下 顺便让红秀熟悉熟悉 并为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 圣火阿伟令 看着手中的令牌 红秀若有所思 不愧是他的主人 心思缜密 一语双关 智慧过人 紧接着 他将阿伟需要的东西拿了出来 满满一大桌的卷轴 也不知道够不够 阿伟拿起一个卷轴 开始勾勾画画 他最新的计划 趁着客栈出名 把功法宣传出去 这个大家都有特效的世界 练一些别人看不见特效的功法 有什么意思 还是自己的东西更好使 看着也炫酷 他默默向圆主道了个欠 虽然功法厉害 但炫酷特效 才是男人的浪漫 孟千秋看着他挥过来挥过去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掏控着蛊虫往上方爬去 爬到肩头 终于看清了卷轴的内容 怎么说呢 是一副很抽象的东西 他陷入了沉思 难道是某种特殊的功法 结果下一秒 蛊虫就爆炸了 孟千秋眉头一皱 看样子 蛊虫被发现了 阿伟这边 他肩上的蛊虫 直接被红袖捏爆僵 等他转过头 红袖将蛊虫甩走 借口给他捏捏肩膀 顺便汇报了万谷阁主母的事 情报有些少 因为阿伟准备接触那主母 所以他打算 明天离开一日 先去探查探查 方便阿伟行动 就在两人讨论的时候 房间外的树上 一只肥猫正注视着他们 第二天 沙马特带着小帅 来到铁一门报关 再听说阿伟失踪 红袖也不见了之后 夏老哥震惊不语 在这个结果眼上 下一一猜测 会不会是畏罪潜逃 夏老哥有些烦躁 冷静了一下 事发突然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他问起沙马特事情 发生的时间 沙马特像看傻子一样 肯定是刚刚发现的 大漂亮记得赏武的时候 他才和阿伟用过午膳 当时并没有提过出门仪式 紧接着 沙马特又拿出了 在阿伟房里发现的东西 一个蜘蛛 加上一部未完成的功法 孟千秋直接表明了 蜘蛛是他的 用来监视阿伟 不过很快就被发现了 至于阿伟的去向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 昏暗的牢房里 阿伟猛地惊醒 牢房外传来几个妹子的声音 身着女服装的两个兽耳妹子 正打算将阿伟给吃掉 阿伟一脸猛 传说中的兽耳娘 还是女服装 自己不会又穿越了吧 他本是万古阁的主母 白毛病娇女 在体验了一把过山车后 秒遍痛苦女王 确定了阿伟的去向后 孟千秋来到万古阁地牢 首位见他没去见主母 不忘给他提个醒 可阿巴阿巴半天 孟千秋不为所动 坚持要去见阿伟 侍卫神色一暗 心里对他一阵咒骂 不过是个空壳圣女罢了 阿伟这边 他睡得正香 整个人突然惊醒 想起刚刚看见的兽耳娘 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 耳边传来声响 一抬头 便瞧见了孟千秋 脑子还没回过神 整个人猛猛的 孟千秋让一旁的侍卫先走开 他有话要单独跟阿伟说 侍卫虽不情愿 但还是乖乖离开了 待侍卫离开 孟千秋介绍起他睡觉的好地方 万古阁的地牢 阿伟听完害怕极了 堂堂魔尊大人 居然被绑架了 而且他完全没印象 甚至有些担忧红秀的情况 孟千秋二话没说 对着阿伟使出法术 就像被扼住命运的喉咙 下一秒 阿伟一声干呕 吐出一只小可爱 当时他害怕极了 这是让人产生幻觉的幻母 孟千秋现在也没啥条件 只能强行取出了 他不明白 孟千语的是 主母应该还不知道 那为什么阿伟会被抓过来 其中或许有什么隐情 阿伟也想不出的所以然 他记得自己 就是出去吃了个饭而已 聊得正嗨 侍女过来通传 主母要见他们 房间云烟缭绕 主母坐在上方 对着孟千秋一顿训斥 越发没规矩了 回来第一件事 居然不是来见他 阿伟瞅着瞅着 觉得他怀里的哈吉米十分眼熟 今天早上的时候 就是这只猫出现在他的窗边 他还撸过 没想到 他们会用哈吉米 来让人放松警惕 趁机下屋 真是太歹毒了 孟千秋一脸鄙视 什么都摸 只会害了你 可他 完全无法拒绝可爱的小猫咪 面对主母 孟千秋有些紧张 还特意强调了 阿伟与夏老哥关系不浅 主母没有理会 反而问他 是不是已经忘了之前的交代 孟千秋声音越来越小 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被监视了 主母微微一笑 反倒是 将他监视阿伟 是说了出来 阿伟没想到 身边居然还有内功 这没法玩了 主母不明白 究竟是怎样一个小子 居然能把圣女整得心当神秘 连他的命令都不听了 下一秒 他来到阿伟身边 开始动手 虽然听说阿伟很厉害 但伤了他万谷歌的弟子 天王老子来了 都得付出代价 阿伟不以为意 上一个想替徒弟报仇的 已经采逢任机去了 主母也不生气 那些蠢货 怎么能与自己相提并论 收起笑脸 聊天时间结束 开始进入正题 手掌轻轻一挥 一道暗光将阿伟牢牢控制住 事情并没有那么麻烦 身份也好 实力也罢 看一眼记忆就能解决 阿伟这下不淡定了 流程还没走完呢 就直接动手吗 主母的想法很简单 若真有特别之处 他会将人掌控在手中 倘若只是普通人 那就直接拿去炼成药人 为千语报仇 事情意外地顺利 轻松来到了阿伟的记忆 而秘密就是 超级疯狂过山车 主母傻了 秘密暴改酷刑 打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敌人的强大 而是cosplay的牛头马面 不知名的器具 加上不熟悉的场景 让主母非常惊慌 身旁的人一个劲地欢呼 而他却向上了考架的鸡翅 等着背口 随着咔嚓一声 过山车慢慢启动 链条摆动 仿佛一道催命中 一声 两声 过山车急速而下 不知道是风声 还是呼喊声 主母的表情变得扭曲 魂似乎也飘走了 一把结束 他摊在地上大口呼吸 以为这是什么心形形剧 意犹未尽的朋友 开始讨论其他的游乐设施 主母不解 这可好玩沾边吗 可因为在阿伟的记忆里 他只能跟着记忆行动 身体不受控制 同其他人一起 向着下一个目标进发 海盗船是你的温柔 早中晚三餐 样样不落下 大摆锤是浑来浑去 完全喘不上气 跳楼机是最后的攻击 将防线摧毁殆尽 主母再也忍受不住 虽然容易遭到反噬 但再不跑 他就要死在这了 于是他发动切换 记忆场景随之改变 身边的人 穿得都很奇怪 转头看去 耶稣正拿着话筒 介绍万圣夜游园会 一边是妖魔鬼怪 一边是金光云雾 他以为自己来到了 传说中的天平 就在这时 一只鬼手搭上了他的左肩 他缓缓转头 是拿着手机的牛头马面 想让他帮忙拍个照 主母的玉脸秒变白 显然是被吓惨了 魂魄一飞 倒在了地上 现实世界里 主母同样倒在了地上 一旁的侍女匆忙赶来 将主母扶起 一人怒气冲冲抓起阿伟 质问他对主母干了什么 阿伟一脸惊恐 碰瓷也不带这样马 自己什么都没干 弄千秋 对此十分意外 没想到主母会晕倒 阿伟连连叫苦 说自己冤枉 那究竟是看到了什么 让主母陷入了昏迷 之后 阿伟被贴心地 甩回了地牢大床 他十分不仆气 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 侍卫冷哼一声 他可是知道 之前千语小姐重伤 阿伟也是 没有任何动作 若是主母出事了 他就把阿伟扔进万重窟 事情变成如此 阿伟也不装了 这破栏杆 怎么可能拦得住自己 可对方根本不理他 他又转头看向孟千秋 想让他帮忙说说话 可他只是叹了口气 表示自己恐怕帮不了他 他只是空有一个 圣女的名头罢了 没多少人真心尊敬他 主母对他 也只是掌控欲 阿伟记起来 之前给的鼓哨 是不是也没用 孟千秋点了点头 那只是他的个人信物 当时只是为了装一下 阿伟陷入绝望 那这一下可咋整 下一秒 他躺在了地上 不知道怎么办 先睡个觉吧 与此同时 被寄予厚望的洪秀 正观察着主母这边 他以为这一切 都是阿伟的计划 自己的主人 比以前更强了 一边是对主人 一心一意的忠仆 一边是爱看话本子的 中二病少女 那谁的心思会更坏一些 待侍女离开 洪秀巧咪咪进入房间 主母躺在床上 还未醒来 洪秀非常生气 对自己最爱的主人出手的人 真想现在就刀了 但主人没有杀他 那就是代表还有用处 因此 洪秀没有出手 开始在房间里翻找机密 结果翻了一个画本子 看来看去 全部都是画本子 看着手中的画本 洪秀疑惑又惊讶 别说是机密 就连和蛊虫相关的东西 一个都没见着 难道这女人平时不干正事吗 刚吐槽完 他就在墙角看到了 一个上锁的木匣子 凭他多年的经验 里头总该是有些有用的东西 而这时 洪秀察觉到 昏迷的主母渐渐醒来 床上的主母揉了揉脑袋 头依旧很晕 他缓缓坐骑 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 不知名的恐怖刑剧 神魔群剧的天庭 鬼气森森的地方 这下子 他不再小看阿伟 那些人把刑剧当玩乐 各路神仙遍地都是 还有最后的鬼差 他记得好像在书中 看到过类似的内容 看到书架有些凌乱 心中流露出一丝疑惑 好像被冻过的样子 不过他也没多想 以为只是侍女敷衍地打扫了 红秀早已躲到屏风后面 可就算漏这么大的窟窿 也没被发现 难道主母是个高度近视 一会后 他找到了那段相似的内容 房门吱压一声被打开 侍女端了晚安神药 钥匙说 只是惊吓过度 主母见状急匆匆地问起侍女 阿伟现在在哪 得到的回复是 关回地牢了 主母连忙下令 去把她请出来 并且好生招待 转念一想 她又觉得 还是自己亲自去请比较稳妥 地牢这边 孟千秋提醒阿伟 赶快跑路 阿伟已经摆烂 我要是跑了 你不就成全泽姐了 而且她住的位置 谁都知道 跑了也没用 孟千秋让她 实在不行 就换个地方生活 主母脾气古怪 向来动手不动口 阿伟一脸悠闲地躺着 就好像在听故事 过了一会儿 地牢外传来动作 孟千秋面色一沉 该来的总会来 画面一转 阿伟和主母相谈甚欢 主母乐呵呵一笑 都是误会 事情变成这样 最不能理解的 当属孟千秋了 虽然主母脾气古怪 可现在 显然古怪过头了 主母见孟千秋站在一旁 让她赶紧离开 别打扰她和李掌柜聊天 就这样 在天大的疑惑中 孟千秋被甩出了房间 情况已经在 预料的预料之外了 房间里 主母客客气气地 为阿伟倒茶 阿伟让她不用这么客气 说实话 她很害怕 这态度转变也推大了 而主母却以为 阿伟在记恨她当时出手一事 整个人担心的不行 在她的眼中 阿伟就是天上的神仙 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下一秒 主母给阿伟来的大力 主母一下抓住她的手掌 并表示 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 只要她稍微传授一二 万古阁必当对她马首是瞻 阿伟有些意外 没想到她认出了自己的身份 心中也不免担忧起来 万一是个独为 那该怎么办 阿伯是一位高冷 又中二的万古阁主母 可前天才刚把男主阿伟绑走 今天就老老实实地送了回来 现在 她还为了强称面子 谎称自己是将阿伟请去做客的 早就不为人精的铁一门主 哪里听不出其中玄机 虽然表面上乐呵呵的不在乎 但内心已经问候了这个女人 无下八百年 谁不知道 此人向来诡诈多变 形势刁钻 而且极其厌恶男性 今天突然变了性子 岂不知印证了那句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吗 不过 既然阿伟已经安然无恙地归来 她也懒得再深究了 其实 主母亲自过来 自然是有她自己的打算 今天 她可是来向阿伟求取宣法的 而阿伟 似乎也是丝毫不计前嫌 直接抱来了大大一摞卷轴 一股脑地塞了过去 主母本以为阿伟是在糊弄自己 仰手就将这些卷轴 收入了手镯之中 然后故作修态地连连道谢 可是她在探查之后 忽然又如魔政了一般 笑得花枝乱颤 甚至在听到阿伟说 以后有了其他宪法还会给她时 整个人更是变得媚态十足 还拍着胸脯保证 说日后阿伟但凡需要帮助 只要她能办到的 就必定亲郎相助 主母前后的转变 让阿伟看得有些纳闷 莫非这个世界的仙法 这么戏谑吗 不过无力不起倒 阿伟等的就是主母的这句话 阿伟激动万分 希望主母现在能帮她解除蛊虫 这一请求 直接把主母听愣 这家伙身上 怎么可能有蛊虫呢 看着主母的表情 阿伟也有些不紧 这女人怎么会明知故问 无奈之下 阿伟只得将自己破语蛊虫之威 伪装成一个普通人的故事 讲不出来 可她不知道的是 这些直言片语落在主母耳朵里 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她怎么都不敢相信 自家的蛊虫 能让一位神仙法力尽失 更何况 对方是一位仙人 谁会这么不开眼 敢向这等人物下手 难道是咸并肠吗 疑惑之下 主母仔细地探查了一下阿伟的体面 可下一刻 她却面色大变 因为自己的探查毫无反应 殊不知 她的这个小表情 落在阿伟眼里 也是猛得一咎 莫非是自己要挂了 又或者是 还要再喝一次那种药汤 才能查出来 可主母此刻已经慌得不行 因为探查无反应 就代表 要么是对方体内没有蛊虫 要么就是下蛊之人非常强大 自己根本探查不到 照这个样子下去 阿伟不会误以为 是自己不想帮她解蛊吧 不行 对方可是一位神仙 自己绝不能辜负人家的信任 主母一咬牙 直接就动用了全身法力 在阿伟体内 仔细地排查了千百遍 于是不一块 她就浑身脱力 气喘吁吁地趴在了地上 现在 她不仅全身攻法 而且也绝望到了极底 因为她根本探查不出 那个蛊虫究竟在哪 这时阿伟有些疑惑地询问 难道你也解不开吗 等等 为什么她说了个言字 主母忽然意识到 阿伟定然是已经尝试过 很多解蛊方法 才会这样说 这么来看 能让这位仙界大佬 都能中招的蛊虫 恐怕厉害的不是一点半点 如此一想 这位仙人行走于不同世界 应该就是为了寻找解蛊的方法 而现在 她就找到了自己的万物 哦 原来如此啊 主母挠补了一段 看似合理的剧情后 顿时心情大好 如果自己后面 真的帮阿伟解除了蛊虫 那岂不是就代表着 能成为万中静养的超级能态了吗 于是 她也不再藏着掖着 直接干脆利落地说自己能力不够 且带她回去之后钻研蛊术 哪怕是 是近千万种方法 也要帮阿伟找出解蛊的办法 闻着一股熟悉的大饼蜂 阿伟心中富菲不已 这女人真不靠谱 连自己下的蛊都解不开 不过 看在主母先前这么努力的份上 阿伟还是将自己的症状描述了出来 说来 这也不算是症状 打个比喻的话 那就是 一开始还能动一动 后面就完全不行了 根本使不上力气 好在是自己的身板够硬 还挺抗打 可主母听了后 完全是一副吓坏了的表情 要知道 自己当年偷偷给子卫摩尊下骨 也才勉勉强抢封住那人的一成之力 可阿伟身上的这个蛊虫 居然能让人法力尽失 难道是直接封了经脉 可是万古阁向来不涉及练功习武 他也无法从中说出个所以然 想到这里 他建议阿伟 带上身边那个体质特殊的姑娘 然后去一趟空蝉寺 说那寺里 有个该死的老和尚 或许能找到一些缓解的办法 于是 得了消息的阿伟 在这里一刻都待不下去 他立刻多加带口 向着空蝉寺直奔而去 人在庙中坐 或从山下来 向来能掐会算的老和尚 怎么都不会料到 自己的两个徒弟 只是下了个山 就扛了人家的一棵圣树回来 老和尚一看到 北连根拔起的圣树 请客间封度全无 要知道 这可是庙里唯一一棵圣树啊 等等 不对劲 本来都快气晕了的他 忽然察觉到 这树有问题 因为在他印象中 自家的圣树 不可能如此致凡夜貌 更别说硕果累累了 戏桥之下 老和尚心中 更是惶恐至极 天哪 这树该不会是这俩逆途 从别的寺庙里抢来的吧 越想越糟心 老和尚感觉自己的本心 都快要失手了 其料 那位法号如臣的小和尚 却是一脸从容 他说 这是他遵从师命 从渔航镇寻来的机缘 老和尚听罢 表面上虽是波澜不惊 心中却已如万马奔腾 他的确是说过 渔航镇有机缘 可那机缘并非这棵树啊 老和尚无奈至极 正在想如何解释 却发现 眼前忽然多了一个年轻人 一旁的如臣赶忙解释 说这位施主 正是赠予自己圣树的阿伟 老和尚文言 当时长须一朵气 看来这圣树并非抢掠而来 而且这小伙子 也正是那位大鸡猿主 一番客套之后 老和尚便将阿伟等人 请进了寺中 阿伟这才明白 那棵树 居然是空蝉寺的圣树 早知如此 他就多带些树苗过来 老和尚一副无欲无求之相 直言 求得一棵便已是天大恩赐 贪多则是为了本心 阿伟哑然失笑 当即掏出家底 说那些所谓的圣树 他可是中了一院子 爱要不要 这一下可把老和尚惊住了 当即笑得合不容嘴 说这种恩赐 自然是多多一善 见老和尚上钩 阿伟得意一笑 表示自己有事相求 说着便将自己 结果失败一事讲了出来 一听到是万古阁之主 千柔的推荐 老和尚眼中金光一闪 顺口就打听 对方最近过的如何 以及身体是否康健 阿伟听得面色怪异 只觉一股浓浓的瓜味 扑面来 难道这老和尚 还和那女人是老相识吗 在得知千柔如今安好时 老和尚也不再多问 转头就开始一本正经地 说起了阿伟的所求之事 不过一心现实 玄妙莫测 这位施主既然已经来到此地 便意味着打破了 这个世界的法则 有倒是数几之物试不去 他人之物夺不来 何不顺其自然 来自安知呢 阿伟一听 顿时觉得其中颇有道理 看来这老和尚 已经看出了自己的身份 只是照他这么说 意思就是不能强求 只能使用当前这个身体的力量 其实 这也并无不可 甚至 他还自圆其说 认为是自己现在的身体强度不足 才无法承受那些强大的绝学 那么之后 他只需勤家锻炼 就能慢慢回到巅峰了 阿伟豁然开朗 心中感激不已 对着老和尚更是连连鞠躬 既然自己的事情已经解决 那么顺便 也帮身旁的姑娘看一看啊 阿伟指着身边的大漂亮 说是此女的体质有些特殊 需要老和尚关上一关 殊不知 就在阿伟他们拜访空缠寺之时 先前已遭灭派的青山门废墟之上 来了一个神秘之人 他望着眼前的一片狼藉 惊骇莫名 身为青山门首席的他 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是下了一趟山 再回来就成了 孤家寡人 不止如此 居然到现在 还有人在这里搜寻宝物 公子童怒不可遏 当即怒生呵斥 可这却得到了那人的一个白眼 那名寻宝人不知来人身份 说那青山门主已死 这些医宝自然不可浪费 在得军一起身死 宗门被灭后 公子童顿时正在当场 瞬息之后 他忽然暴跳而起 一把揪起寻宝人的衣领 大声质问 以他父亲接近五胜的实力 怎能说没就没 更遑论 青山门怎么说 也是当第三大宗门之一 又怎么可能一招灭门 可没想到的是 那寻宝人在得知此人 是摩门遗子之后 反而露出一点的无懈之心 他劝公子童赶快逃命 否则一旦被人知晓身份 恐怕就在无容身之地 可公子童却没想到夺这个机会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他要找出这些凶手 一一清算